神像镇玉镜催动到极致 顾长哥肉身之上有着极为狂暴的力量在流转 悬项之力达到了巅峰 巨杀剑斩袭来 顾长哥却用不屑的眼神望去 魔神掌 随后顾长哥一掌拍出 面试大魔同样拍出一掌 悬项之力撼动九天十地 光 一掌落下爆发出惊天轰响声 那剑斩竟然直接被淹灭 这是柳萍第二次被淹灭剑斩 而且仅仅是一掌 柳萍 拿命来 顾长哥双目血红 体内的魔气几乎快要失控 他身形一闪 直接来到了柳萍身前 柳萍早就吓傻了 脸色苍白地愣在原地 哎呀呀 顾长哥血红手爪袭来 直接抓住了柳萍的脖梗 将他提了起来 恐怖的魔气侵入柳萍体内 使得他全身发黑 血肉模糊 不 不要 放 放过我 柳萍面色痛苦 他离死已经不远了 放过你 呵呵 三年前你羞辱我的时候 可曾想过会有今天的绝望 我不惜踏入魔道 便是为了将你们赶尽杀绝 顾长哥冷声大笑 如同一尊绝世大魔 柳萍眼中不满了绝望 大荒神体在此时 竟然丝毫不起作用 顾长哥才是大荒神体 真正的主人 感受到顾长哥的气息后 大荒神体便开始抗拒柳萍了 不 我是气韵之子 你区区魔修 怎么会杀得了我 我不能死 哎呀 柳萍体内的修为气息 竟然开始疯狂攀升 哦 战斗中突破修为 真是气韵之子的标配啊 顾长哥眼中浮现一抹惊讶 不过这也正常 毕竟柳萍身怀大气韵 怎么会那么轻易便被击杀呢 轰隆隆 恐怖的气息爆发 柳萍竟然脱身飞除 继而天穷之上雷霆滚滚 竟然有着狂暴的雷霆汇聚而来 突破轮回镜 需要度过雷劫 从而掌握一丝轮回之力 拥有轮回之力的大能 即便只剩一滴血 也能轮回重生 顾长哥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 便是没有在三年前将你击杀 待我突破轮回镜 必然亲手取下你的人头 柳萍怒吓一声 雷霆猛然劈下 落在他的身上 这一刻 柳萍沐浴着雷芒 好似一尊神明 果真是气韵之子 但是我最喜欢扼杀气韵之子了 顾长哥丝毫不惧 嘴角微微上扬 而后原始真魔之威再次爆发 更有混沌剑气 悬向之力 轰隆隆 天穷仿佛被分成了两半 一半是神光翼翼 一半是魔威滚滚 哄 柳萍的修为 直接突破到了轮回镜入门 以柳萍现在的实力 足以对付轮回镜小城修为的大能顾长哥 你若再迎人几年 那本神子 兴许还真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现在 你必死无疑 柳萍怒吓一声 而后手握巨杀宝剑杀来 姐姐姐 我最喜欢你们这群自负的家伙 在这说大话 顾长哥不避不闪 手握干江墨爷 混沌剑气猛然爆发 混沌剑气肆虐九天十地 悬向之力充斥天地之间 更有原始真魔之威 独断万古 一剑定生死 这一剑蕴含了顾长哥的全部力量 哄 天地在颤抖 魔威不可阻挡 顾长哥 去死吧 柳萍猛地冲进黑暗 轮回之力爆发 欲要将这魔威驱散 该死的人是你 我顾家数万子弟的性命 今天便用你的血肉来祭奠 顾长哥双目血红 周身魔气环绕 嗜血之气冲天起 光 轰轰轰 天地都充斥在魔威之中 柳萍即便突破到了轮回进入门 却依旧破不开顾长哥的魔威 原始真魔之威 哪里这般容易被驱散 不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已经突破到了轮回镜 为何还是 奈何不了顾长哥 我不嘎 我不嘎啊啊 黑暗之中传来柳萍绝望的声音 姐姐姐 柳萍 我会让你感受到绝望的 顾长哥发出刺耳尖锐的笑声 随后一拳轰出 天地颤抖 光 噗 这一拳直接洞穿了柳萍的身体 血动触目惊心 柳萍神色呆滞 整个人重砸在地 顾长哥栖身而来 双指猛地探出 哎呀呀 两个眼珠子飞出 柳萍捂着眼睛惨叫 身体被洞穿 眼珠被挖 这种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感觉 让柳萍感受到了 何为绝望 顾长哥一脚踏下 恐怖的魔威落在柳萍的身上 咔嚓 柳萍体内每一处骨骼 都在此时断裂破碎 哎呀 有种你杀了我 无极功饶不了你 我父亲必然会为我报仇 你等着吧顾长哥 我在下面等着你 柳萍如同疯了一般吼道 闻言 顾长哥嘴角浮现一抹玩味 无极功 呵呵 他不来找我 我还要去找他们呢 你只是一个开始罢了 柳南杰不是把所有希望 都压在了你的身上吗 若你死后 那老东西应该也不好受吧 顾长哥脸上浮现一抹 冰冷到极点的笑容 这些年 他的父亲顾元红是如何度过的 每天沉浸在悲伤 无力之中 为当初不能保护顾长哥 而愧疚自责 如果柳萍死后 柳南杰也会尝到这种感觉 哄 魔器再次侵入柳萍体内 他的五脏六腑 四肢百骸 皆是被腐蚀 就连鲜血 也在被魔器吞噬 哎呀呀 柳萍发出最为凄惨的叫声 顾长哥要焚尽他的所有鲜血 让他永生永世不得轮回 顾长哥 你 你好狠的心 你会得到报应的 柳萍彻底绝望了 报应 呵呵 待我深化太古狂魔之时 谁又能阻我 去死吧 滔天魔器爆发 直接将柳萍吞噬在内 哎呀呀 如同腕虫啃食的疼痛传来 下一刻 柳萍的血肉 乃至尸骨 都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即便他身怀轮回之力 也不可能轮回重生 世上将再无柳萍 三年前神体被夺得血仇 顾长哥终于爆了 嗡嗡 魔器消散之后 有着璀璨的神莽闪烁 照耀整个山谷 那柳萍死后 大荒神体自动脱体而出 顾长哥看向大荒神体的那一刻 大荒神体受到了感应 竟然自动飞来 顾长哥才是他真正的主人 只要重新融合了大荒神体 顾长哥便可凭借系统 将其升级至大荒圣体 届时圣体一出 万千神体皆要匍匐 第32章 净化荒谷圣体 愤怒的柳南结 我说过 不是你的东西 顾长哥面无表情 双眼之中泛着冰冷的沙芒 三年前羞辱他的柳萍 如今已经连渣渣都不剩了 但这只是开始 他想要的是 屠灭剩下的三大势力 以及圣灵学院 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来吧 让我们重新融为一体 顾长哥双拳一握 体内的魔器 顿时将大荒神体笼罩 嗡嗡 大荒神体重新与顾长哥融合 璀璨的神芒照耀整个剑骨 荒骨气息 自顾长哥体内爆发 肉身力量再次大涨 此时的顾长哥 已经拥有了双神体 分别是混沌剑体 大荒神体 当然 大荒神体 很快就会进化为大荒圣体 叮 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仇人 并夺回神体 奖励 九千杀戮职 天阶高级剑道武学上苍结光 大荒神体将进化为大荒圣体 哄 刚刚与顾长哥融合的大荒神体 猛然增强 荒骨气息越发的浑厚 轰隆隆 一股甚微爆发 天穷顿时雷霆滚滚 雷霆散去之后 天降精联 地勇甘拳 大道法则衍生而出 整个青州为之轰动 天哪 这 这股气息是圣微 难道有圣体诞生了 圣体 不可能吧 那不是已经绝技了吗 是剑谷方向 究竟是哪位剑修大能诞生了圣体 青州大小势力 皆是被惊动 在这股圣微面前 即便是轮回静修为的大能 都感到一股窒息 天生神体已经很难得了 然而圣体 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古往今来 青州只有超级势力 以及顾家诞生了神体 其中 属顾长哥诞生的大黄神体 最为强大 但是却被柳平所剥夺 如今圣体出世 究竟是来自哪个势力呢 青州 无极宫 正在处理宫内事务的柳南杰 突然停了下来 这股气息是 圣微 柳南杰不淡定了 当即出了宫殿 向着那处异象望去 荒谷圣微 浩浩荡荡 富压整片天穷 天穷下 一切生灵为之匍匐 这 这是剑谷方向 难道是我而柳平 将大黄神体 进化到了大黄圣体 柳南杰全身激动地颤抖 此时倒咽一口口水 剑谷方向 荒谷圣微 这不就是他儿子柳平吗 哈哈 公主 恭喜啊 这股圣微 必然是出自神子 神子诞生出了圣体 这简直就是我们无极公之姓 太好了 我无极公将要强势崛起了 到时 就算是超级势力 也将被我们狠狠地踩在脚下 司空庆 蔡雄 朱新三位长老 以及上百名知识长老 全部赶来 对着柳南杰恭贺道 神子柳平 刚去剑谷历练不到一个星期 然而剑谷 便有甚微现实 这让他们理所当然的 就联想到了神子柳平 哈哈 平儿诞生了圣体 这对整个无极公来说都是好事啊 大长老 备好祭品 本公主现在就要去祠堂 祭拜诸位老祖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我们柳家出真聋了呀 柳南杰满脸欣慰与得意 此时意气风发地说道 哈哈哈哈 好嘞 我现在就去准备 司空庆也非常开心 神子诞生了圣体 他今后也能跟着沾光 So 就在司空庆准备离去的时候 远方天空却飞来两道身影 咦 这是两位护法长老 他们两人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难道是为了传达 神子诞生圣体的喜讯 司空庆愣住了 心里疑惑的喃喃道 公主柳南杰眉头一皱 她可是派下阎峰 两人保护柳平 如今他们怎么先回来了 老夏 你们怎么丢下神子回来了 司空庆先开口问道 夏延峰和夏延熊两人 见到司空庆时 顿时就梦了 嗯 大长老 你 你怎么在宫内啊 夏延峰猛逼地问道 司空庆更猛了 老夫不在宫内 又该在哪呀 在建谷啊 夏延熊着急地回道 老夫为什么要去建谷 因为是你亲自前往建谷 说宗主有事找我们 让我们两人先回来的呀 三人越说越猛 一旁的柳南杰 心里感觉有些不安 因为司空庆全城都在无极宫 这个他能作证 但是夏延峰两人却说 司空庆去了建谷 这分明就是有人冒充司空庆 不好 难道是那摩修 柳南杰的心顿时悬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摩修会易容 当初在神渊秘境 就是这样让他跑掉的 快 跟我去建谷 柳南杰脸色一黑 当即就准备顿入虚空而去 公 公主 出 出事了 就在这时 守魂殿的长老惶恐地跑来 守魂殿内有着诸多守魂石 只要在无极宫身份地位高的长老 以及神子 公主等等 都会有对应的守魂石 一旦守魂石灭了 就代表守魂石的主人遇难了 见到守魂殿的长老 柳南杰的心 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发 发生了什么事 柳南杰语气颤抖地问道 扑通 守魂殿的长老顿时跪倒在地 随后哭丧着喊道 公主 神 神子大人的守魂石灭了 死 此话一出 在场的上百位长老 全部倒吸一口凉气 神子的守魂石灭了 那神子 岂不是已经去世了 闻言 柳南杰整个人双腿一软 直接瘫倒在地 柳平出世了 他最为在意的儿子 竟然出世了 柳平融合了大荒神体 今后的武道之路 必然浩浩荡荡荡 然而却出世了 柳南杰的所有寄托 所有希望直接破灭 公主 司空庆等人 下得赶紧上前 哄 突然 轮回镜圆满修为气息爆发 整个无极宫 都笼罩在恐怖的威压之下 谁干的 究竟是谁干的 夏延峰 夏延熊 你们该当何罪 柳南杰暴怒 整个人如同发了疯的蛮牛一般 两巴掌甩出 夏延峰和夏延熊 直接被抽飞了出去 哎呀 轰隆 两位护法长老重砸在地 发出一声声惨叫 公 公主饶命啊 确实是大长老前去见谷通知 我 我们才敢回来的 两位护法长老面色惶恐 但是他们心里委屈极了 因为那人和大长老的修为气息都一模一样 这让他们如何能防 夏延峰 夏延熊 你们别血口喷人 老夫一直都在宫内 根本没有去过什么剑谷 司空庆同样跪倒在地 他吓得后背发凉 公主把绳子看得有多重要 他自然知道 若是惹怒了公主 即便是他司空庆也得死 够了 柳南杰勃然大怒 恐怖的威压落下司空庆 和两位护法长老面色一白 而后皆是口吐鲜血 屠服在地 公主饶命 公主饶命啊 司空庆三人 与气颤抖地求饶 把皮儿的守魂石拿过来 柳南杰一双老眼布满血丝 体内爆发出极为恐怖的气息 守魂殿长老跪着上前 将一枚暗淡的守魂石递出 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敢杀我 柳南杰双手结印 随后耗费大量的灵力 方才凝结出一道阵法 阵法落在守魂石上 一道身穿黑袍 手握两柄魔剑的身影浮现 正是他杀了柳平 这是一种秘书 可以查看 是谁杀了守魂石的主人 当然 这个秘书很消耗灵力和气血 一般都不会使用 又是你 该死的摸修 我柳南杰与你势不两立 此生若不杀你 老夫势不为人 柳南杰仰天咆哮 原本一头黑发 竟然直接化为白发 那张脸颊也瞬间苍老了很多 绝望 愤怒 三年前 顾元红经历的一切 柳南杰也经历了一遍 而且还更加的残忍与心痛 第三十三章 绝第三尺 也要找出那个魔修 见谷外成千上万道身影袭来 虚空为之破碎 天地皆是颤抖 为首的正式公主柳南杰 她全身散发着滔天怒意 轮回进圆满修为气息 笼罩四海八荒 大长老司空庆 两位护法长老 以及成百上千名执事长老 数万名核心弟子 全部杀来 这一路杀气腾腾 引来青州大小势力的观望 而无极公神子柳平被击杀的事情 也在第一时间传遍整个青州 青州再次轰动 关于那个魔修的传说越来越神 甚至成了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存在 魔修 本公主要你死 柳南杰疯了一般冲进剑谷 恐怖的修为气息将整个剑谷都给笼罩 空气为之凝滞 虚空寸寸破碎 然而那头魔修早已不见了踪影 可恶 魔修 你给本公主滚出来 柳南杰仰天咆哮 一头白发凌乱飞舞 体内的轮回静修为气息横扫而出 哄 扑 整个山谷瞬间化为积粉 公主息怒 司空庆等人吓得匍匐在地 全身都在颤抖 息怒 我耳朵被杀了 你们让我息怒 啊 柳南杰一双老眼流下了血泪 他最为看重的儿子身怀大荒神体 却被无情屠杀 连尸骨都未留下 都是你们两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狗东西 哄 啊呀 不吃 柳南杰一掌拍出 天地大势汇聚而来 轮回之力爆发 夏延峰和夏延熊两人 发出凄惨的叫声 随后吐血飞出 生死不知 所有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因为他们都害怕 被殃及吃鱼 司空庆 你去另外两大势里 将他们的宗主和门主 都请到无极宫来 此次就算绝地三尺 本公主也要将那头摩修揪出来 然后为我报仇 柳南杰面带杀气地吩咐道 是 公主 司空庆领命离去 无极宫的人则是原路返回 顾家 房间中 顾长歌打开了信息面板 宿主 顾长歌 体质 大荒圣体 混沌剑体 原始真魔血脉 魔道修为 魔皇进入门 突破至魔皇进小城须 一万五千杀戮值 杀戮值 九千三百三十 功法 神魔涅槃诀 武学神通 魔神掌 魔浪断魂部 神像镇玉镜 一剑定生死 上苍结光 顾长歌望着自己的信息面板 如今他已经拥有了双体质 并且其中一道还是圣体 除了双体质外 顾长歌还拥有原始真魔血脉 这样的增幅下 顾长歌完全可以 秒杀同境界武修 而且 以比肩飞升进入门的修为 越即斩杀轮回进小城的强者 还差五千多杀戮值 就可以突破到魔皇进小城了 一旦突破到魔皇进小城 那么轮回进大城的武修 就不再是我的对手 顾长歌眼中 闪过一抹火热与期待 在一流势力中 除了宗主是轮回进圆满修为之外 其他长老都是轮回进大城 及以下修为 只要顾长歌突破到魔皇进小城 那么三大势力中 除了柳南杰 潘明龙 袁涛强三人之外 将再也没有人是顾长歌的对手 若是顾长歌突破到魔皇进大城 那么 就算是轮回进圆满的强者 也将不是他的对手 到时就是他屠灭剩下的三大势力的时候 柳平死后的第三天 吴吉公 天剑宗 封清门 各自派出一万名强者 在整个青州范围内搜查那头魔修 然而十天十夜的彻查 却根本没有发现那头魔修的任何踪迹 柳南杰几乎快要抓狂 每天都活在愤怒之中 但无论他如何愤怒都好 那头魔修都找不到 就好似人间蒸发了一般 青州 天保楼 香烟鸟鸟的阁楼里 赵燕燃慵懒地靠在椅子上 挺拔的山峰若隐若现 让人充满了无尽的遐想 一旁 蒲文言汇报这半月以来 青州发生的大事 听完之后 赵燕燃的嘴角微微上扬 精致地容颜让人沉醉 原来他是一位魔修 不过在这仙玉 无论是武修 亦或是魔修 都不能一概而论 武修也有坏的 魔修也不一定全部都滥杀无辜 赵燕燃缓缓说道 虽然整个仙玉都歧视魔修 但是他却感觉再正常不过 不管过程如何 只要能够成为高高在上的强者 那就足够了 小姐果然没有看错人 半年前这位魔修 还只能击杀神葬进武修 但是半年后 已经可以击杀 拥有大荒神体的柳萍了 若是这般发展下去 只怕要不了一年 整个青州都将被他颠覆 蒲威延的双眼之中 浮现一抹敬佩 此时对着赵燕燃恭维道 赵燕燃淡淡一笑 那柳萍自以为夺得一具大荒神体 便是气韵之子 到头来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 不过话说 剑谷那股圣威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那位魔修融合神体之后 净化成了圣体 赵燕燃一双美眸之中 突然闪过锐利的金芒 什么 小姐 这怎么可能 刚刚融合神体 就净化为圣体 这几乎不可能做到 中周洛家传承了百万年无垢神体 但是直到如今 也无法净化为无垢圣体 那位魔修再强 也不可能做到 普文言老脸动容 几乎不可置信地说道 我只是猜测 若他今后真能站在仙域之巅的话 诞生圣体 也就解释得通了 指挥他究竟会是谁呢 赵燕燃闭上双眸 玉指敲打着桌面 陷入了沉思 顾家 顾长哥这半个月时间 一直都在熟悉大荒圣体 经过半个月时间 顾长哥已经和这具大荒圣体 完美融合 如今 他全身都散发着荒谷圣威 肉身已经达到了极为变态的地步 踏踏踏 房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大公子 家主让你前往一室大厅 门外传来了浮薄的声音 顾长哥收敛起息 双眼缓缓睁开 这半年时间 他为了掩人耳目 每天都假装把自己锁在房间中 实则本人已经不在顾家 但是顾家上下并未起疑心 因为他们早就戏为常了 福伯 我知道了 现在 我就赶过去 顾长哥推开房门 对着福伯笑着说道 随后 顾长哥出了庭院 向着一室大厅走去 望着顾长哥的背影 福伯欣慰地笑道 大公子的状态 真是越来越好了 不能修炼也没什么 只要能够活得开开心心 那就足够了 第三十四章 母亲回家族求要 一室大厅 家主顾元红 坐于守卫 顾元成 顾元昌 顾元明三位长老 赫然也在 而二公子顾长青 竟然也在大厅 五人面带笑意 好似在谈论着什么 啪啪啪 大厅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顾长哥身着一袭白衣 黑发如铺般垂落 相貌俊逸 乃是名副其实的美男子 大哥 顾长青面带笑意的喊道 什么日子 一向闭门读书的二弟 竟然也来了 三妹顾安兰 从秘境回来之后 便一直闭关 到现在 已经过去快有半年了 长哥 你来了 守卫上 顾元红笑了笑 脸上的皱纹 也随之凸显 望着父亲顾元红脸上的皱纹 和两鬓之间的白发 顾长哥心里很是心疼 见过父亲 见过三位叔叔 顾长哥对着四人攻身行礼 顾元成三人 都是父亲顾元红的亲弟弟 因此 私底下顾长哥 都喊他们为叔叔 哈哈 长哥 你现在的状态 真是越来越好了呀 是啊 只要长哥能够开心平安就足够了 三位长老笑着说道 顾元红脸上 也浮现了一抹欣慰的笑意 长哥 最近青州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了吗 顾元红对着顾长哥问道 闻言 顾长哥毫不犹豫地回道 父亲 孩儿这些时日 连房间都未曾出过 哪里会知道青州的事情 哈哈 无妨 戴维夫告诉你 这半年以来 四大势力狗咬狗 天涯阁因此覆灭 薛红被迫成为圣灵学院的奴仆 简直生不如死 前不久那柳平出关 但是前往剑谷历练之后 竟然被那位魔修击杀 如今整个无忌宫都快疯了 哈哈 说起来可真是解气啊 这大概就是 善有善报 呃有恶报吧 顾元红眼中闪过一抹灵力 然后大声笑道 顾长哥故作惊讶地道 什么 柳平竟然被杀了 好好啊 那狗东西终于死了 不知道是哪个英雄好汉所为 若是有机会 我可一定要好好谢谢他 顾元红点了点头 是啊 那位魔修 可真是帮我们顾家态度太多了 原本的四大势力 如今天涯阁走向了灭亡 乌鸡公被重创 天剑宗和风清门的年轻天骄被屠杀 今后注定也会走向衰落 这对我们顾家来说 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大长老顾元成 双目火热地说道 这些年顾家一直被欺压 他们心里都有着一团怒火 只是这样的话 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 可能会加大反扑力度 二长老顾元昌担忧地说道 来就来吧 我顾家也并非好惹的 真走到最后一步 本家主不介意和他们来个鱼死网破 顾元红面色阴沉地道 众人分析完青州的局势之后 顾长哥方才询问到父亲 您喊我和二弟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文言 顾元红点了点头 为父想让你们两兄弟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到我顾家边境走访一下 今后顾家肯定要交到你们两兄弟手上 想要获得明星 就必须亲力亲为 如今三大势力受到重创 你们现在前去走访 也相对安全一些 顾元红对着两兄弟说道 文言 顾长哥和顾长青对视一眼 顾家新任家主上位前 都要云游走访一番 好让顾家管辖的地狱子民认可 只不过父亲顾元红那么着急 让他们走访 恐怕是担心 哪一天自己会出事 毕竟三大势力受到重创 而顾家却完好无视 这很有可能会引来他们的反扑 所以顾元红才要做好准备 真到了最后一步 顾元红肯定会血战到底 而顾长哥这些小辈 则是会进行大规模迁徙 他必须保住顾家的血脉 走访的这段时间 我会派大长老在暗中保护你们 顾元红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随后走到两兄弟身前嘱咐道 父亲放心 我们一定会平安归来 顾长哥和顾长青拱手说道 顾元红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三位长老说道 大长老 你们先下去吧 我跟长哥和长青唠唠家长 是 家主 三位长老公身离去 长哥 长青 你们坐 顾元红对着两兄弟说道 跟自己的父亲 两兄弟也不客气 直接就坐了下来 顾元红神色有些复杂 好似在犹豫着什么 顾长哥总感觉父亲 有些是瞒着他们 父亲 您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们吗 顾长哥试探地问道 顾长青也一脸好奇地望着顾元红 唉 罢了 这件事迟早也藏不住 顾元红叹了口气 而后看向顾长哥两人 长哥 长青 你 你们母亲其实已经不在顾家了 什么 顾长哥和顾长青猛地站了起来 父亲 那母亲去哪了 两兄弟紧张地问道 颖童回了中州落家 顾元红神色有些黯淡地说道 落家 母亲所在的家族 母亲回家族干什么 那落家三十年前抽离了母亲的血脉 根本就不认母亲了呀 顾长哥着急地喊道 落颖童并非青州之人 而是来自中州一个大家族 只不过落颖童执行家族任务时 路过青州 与顾元红结识后相爱 但是落家 却反对这门青史 甚至看不起顾家 落家给了落颖童两个选择 要么跟顾元红断地干净回落家 要么抽离血脉 成为一名凡人 最后落颖童选择被抽离血脉 经受血脉剥离之痛 成为一名毫无修为的凡人 母亲回家族 是为了丢求要吧 顾长哥的瞳孔猛然皱缩 他突然反应了过来 如果没有什么急事 母亲绝对不可能回落家 顾元红并未回话 只是神色暗淡 顾长青也于心不忍 只是双眸之中 犯着坚定的光芒 落家那么绝情 又怎么可能会赐药给母亲 只怕那落家会百般为难母亲 顾长哥双拳紧握 指甲插入血肉 鲜血滴落在地 只是那中州比之青州要强大无数倍 顾长哥连前往中州的资格都没有 还是要不断变强 待我化身太古狂魔之后 谁敢辱我 敢辱我家人 那就屠杀的片甲不留 顾长哥狠狠一咬牙 在心里暗暗说道 三日后 顾长哥和顾长青 在大长老的护送下离开了顾家 三人乘坐急隐大雕 向着顾家边境飞去 顾家虽然是一个家族 但是综合力量却不弱于一流势力 在四年前 顾家的疆域有着数千万公里 而依附于顾家的势力高达上千个 只是在四大势力围攻顾家之后 顾家割舍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 如今管辖的疆域 只有一千万公里左右 依附于顾家的势力 也从上千个锐减到几百个 顾长哥三人走访的第一站 乃是天风城 天风城位于顾家和天剑宗的边界 这些年天风城的战火一直不断 城内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 原因就是天剑宗想要吞下天风城 于是在私底下扶持城外的山匪 借山匪之手来烧杀抢掠 天风城从七千万人口 锐减到现在的两千万不到 绝大多数的百姓 为了躲避战争都离开了天风城 为了不招摇 顾长哥三人在城外的树林里落下 随后步行前往天风城 城门外黄沙滚滚 狼藉一片 地面上甚至还有尸体和鲜血 战事太过频繁 他们甚至都来不及清扫 我苦命当啊 怎么就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呀 一位老妇人扑在地上 此时哭得极为凄惨 还有刚刚完婚的女子 因为丈夫战死在外 此时前来送行 衣衫褴褶的乞丐在地面上爬动 渴望找到一些吃的 顾长哥和顾长青 见到这一幕都愣住了 他们知道边境很惨 但是却没想到 竟然惨到了这种地步 只是他们如果都离开了 那么天风城就会被天剑宗整个吞下 大家快回城吧 黑山帮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杀过来 城内走出上百名身穿战甲的将士 只不过他们各个面黄鸡兽 顾长哥都担心 他们会被身上的战甲压死 面对将士的催促 老妇人 女子都不为所动 他们的亲人离世了 如果连最后一城都不能陪他们 那么他们此生都将留有遗憾 咔咔咔咔 死死 就在这时 地面一阵颤抖 马蹄声阵阵 黄沙飞剑 哈哈 给我杀 狠狠地杀 凡是抓到女的全部带回去 难得当场杀掉 一个都不能留下 城外山林 此时有着上万人的队伍袭来 他们头上绑着黑布 各个身强力壮 手握大刀 骑着汗马而来 脸上有着嗜血的杀意 不好 是 是黑山帮的人 快 关城门 城门上的两位将领大声喊道 如果不及时关上城门 那么黑山帮的人就会杀进来 所以城门外的人 他们根本就顾不上了 嘿 黑山帮的土匪来了 快跑 几十名百姓吓得面色苍白 但是当他们想要进城的时候 城门却已经紧闭 顾长哥三人也在百姓的队伍中 黑山帮的人快速杀来 而后将他们团团包围 哈哈 七个女人 不错 今晚可以开婚了 兄弟们 那个身穿婚衣的娘们 是我的了 一名汉匪猛地冲出 直接将身穿婚衣的女人 抓到了马上 哎呀呀 放开我 放开我 哎呀 女子失声惨叫 杀 狠狠地杀 哈哈 汉匪们大声笑着 手握大刀杀出 几十名百姓慌乱逃窜 然而 一名头发凌乱的少年 却逆流而上 在他手上握着一块石头 我要为姐姐报仇 我要为姐姐报仇 少年如同蛮牛一般冲出 呵呵 不自量力 滚 一名汉匪发出冷笑 随后一刀落下 刀是惊人 吃吃 扑 少年被劈中 身体上出现一道足足五厘米深的刀痕 整个人也倒飞了出去 一旁 大掌老顾元成看不下去了 体内的修为气息猛然爆发 轰 轰隆隆 这一刻 轮回进大城的修为气息笼罩天地 天地风云变幻 恐怖的威压横扫而出 哎呀 扑 不好 有 有强者 快跑 扑 轮回进强者一怒之下 上万山匪全部化为虚物 一个火口都没有留 这些山匪最高也只是神葬镜 在轮回镜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顾长哥面无表情 如果不是怕暴露身份的话 他早就出手了 身为读书人 当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万世开太平 而我却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屠杀 顾长青眼中有着一抹挣扎 好似有什么束缚般扑通 多谢神人出手相救 神人来救我们了 肯定是上天知道了我们痛苦 所以派神人来救我们了 几十名百姓跪倒在地 对着顾元城三人磕头败谢 城门上的士兵也看呆了 这等手段绝对是非生境之上的高手 而他们的城主也不过才非生境小城 为什么这位老者看着那么眼熟呢 不对 难道他是主家大长老 快 快去通平城主 就说主家来人了 开城门迎接主家 城门上一位将领惊慌失措地喊道 主家来人 然而却被他们拒之门外 这要是惹怒了主家 他们可就全部完蛋了 城门打开 两位将领带着上千名士兵赶来 随后皆是单膝跪地 拜见大长老 拜见两位公子 我等救驾来迟 望大长老赎罪 面对上千名士兵 顾元城并没有责怪 因为在刚才那个危机关头 如果不关上城门的话 情况只会更糟 他们的职责是守护城中数千万百姓的安危 如果因为几十名百姓而丢掉一座城的话 那就不值得了 顾长哥的目光 则是落在了刚才那位逆流而上的少年身上 那个少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定 发现魔童少年 宿主若将其收为魔奴 将获得4800杀戮值 并奖励一枚使魔丹 使魔丹 可给魔奴服下 一旦服下之后 魔奴将会继承宿主的原始真魔血脉 宿主的修为突破后 魔奴的修为也会随之突破 原则上比宿主第一个小境界 第36章 紫金魔童 天生的魔修 收为魔奴 魔童少年 顾长哥的瞳孔猛然咒缩 没想到在这天风城 竟然遇到了一位魔童少年 顾长哥的目光落在魔童少年身上 很快他便发现了少年的不凡之处 这少年明明没有修为 但是受了重伤之后 竟然没有立即避命 而且仔细观察的话 还可以发现少年的伤口处 有着一丝丝浓郁的魔气 少年紧咬牙齿 仿佛有一种执念 让他死死支撑着 当顾长哥和少年对视的时候 顿时便被惊讶到了 少年的瞳孔竟然是紫金色 这 这是紫金魔童 怪不得系统称呼 他为魔童少年 原来是 身怀紫金魔童啊 顾长哥内心大为震动 这紫金魔童 他曾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 凡是身怀紫金魔童之人 便是天生的魔修 从古至今 只要有身怀紫金魔童的魔修 最后的魔道修为都不会低 而且紫金魔童 可以看透对手的一切弱点 达到预判的功效 若是和敌人交手 就好像开了透视一般 简直就是外挂级别的存在 顾长哥在万众瞩目下 走向少年 少年也有些猛 因为他看得出来 这三人的身份都不一般 但是这般高高在上之人 为何会对他感兴趣呢 你叫什么 顾长哥开口问道 少年面无表情地回道 周一航 顾长哥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而你却偏偏地冲出去 难道你不怕死吗 不怕 比死更难受的是 无法报仇 那群山匪杀了我的父母 侮辱了我的姐姐 他们都该死 魔童少年紧咬牙齿 好似一头魔鬼 顾长哥心里颇为满意 他确实有资格 成为自己的魔奴 等到收下这魔童少年之后 顾长哥再把得来的是魔丹 给他扶下 到时 少年的魔道修为 便会突飞猛进 永远只比他第一个小境界 这样 顾长哥就得到了一位得力干将 这是无品金创丹 你扶下后 伤势很快便会痊愈 顾长哥递出一枚丹药 周一航有些迟疑 但最终还是结果丹药吞下 因为他不能死 他还要亲手报仇呢 扶下金创丹之后 周一航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多谢公子出手相救 今后我的命便是你的了 只不过要在报完血仇之后 周一航面色坚定地说道 顾长哥笑了笑 这周一航倒是忠诚 只是 他现在不能当众布下魔印 否则就会暴露身份 凭你现在的实力 想要报仇 几乎是天方夜谭 你便跟着我吧 我保证你能亲手报仇 顾长哥对着周一航说道 文言 周一航犹豫了片刻 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顾长哥说得对 凭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就不可能报仇 一旁 顾元成有些不解 大公子想要找随从的话 顾家很多强者都可以啊 为什么要找一位 没有修为的凡人呢 不过 既然大公子决定了 他也没必要干预 刷 就在这时 城门内有着几十道身影 快速掠来 为首的便是城主李懿 以及两位副城主 李懿接见来迟 还望两位公子 大长老恕罪 身穿长袍的李懿 单膝跪地 身后几十人 同样单膝跪地 对着顾长哥三人赔罪道 顾长哥看向他们 淡淡地开口道 我们本就是微服走访 你们来不及接见很正常 都起来吧 是 大公子 李懿和两位副城主 自然见过顾长哥 顾长哥原本可是青州第一天交 就算修为被废 神体被夺 知名度也依然很高 只是有些可惜了 要是修为和神体 还在的话 顾家又会被其他势力所打压 大公子 李懿已经设下宴席 还望三位一架 李懿拱手说道 顾长青上前一步 意气凛然地说道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百姓们都苦不堪言 我们又岂能奢华享受 把宴席上的食物 分给百姓们吧 我们饿上几天 又能如何 文言 李懿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没想到 二公子竟然能如此心怀天下 只是很可惜 二公子不惜武道 自幼读书 也是个没有修为的凡人 就按二公子所说 顾元成吩咐道 是 大长老 李懿不敢迟疑 当即回道 文言 四周的百姓皆是痛哭流泪 感谢二公子挂念 老奴受宠若惊啊 无论是城外 亦或是城内 数万百姓跪倒在地 对着顾长青三人磕头 原本他们以为顾家抛弃了他们 但是顾家非但没有将他们抛弃 而且还派来大长老 两位公子前来 二公子心怀百姓 不惜自己饿肚子 也要把食物分给百姓 此等大胸怀 当真是让人钦佩 顾长哥笑了笑 心想 自己这二弟不愧是读书人 那么快 便让百姓接纳了他们 但是光读书是不够的 还要会杀人 否则 那群所谓的名门正派 便会一直欺负他们 只有不断的杀戮 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方能一劳永逸 当晚 顾长哥三人被安排到了精致的阁楼之中 顾长哥把周一航喊到了自己房间 公子 您喊我有什么事吗 周一航恭敬地问道 顾长哥点了点头 随后说道 一航 如果让你付出一些代价 就能报仇的话 你愿意吗 文言 周一航的双眼爆发紫金光芒 就算以死作为代价 我也愿意 周一航目光坚定地说道 好 顾长哥欣赏地点了点头 随后继续说道 接下来你不要抗拒 我会在你身上种下魔印 到时 你会成为一名魔修 魔修 周一航面色吃惊地道 怎么 你不愿意 顾长哥眉头一皱 询问道 但是周一航很快便是摇了摇头 我愿意 魔修又如何 那些名门正派 不也暗地里扶持山匪 屠杀我们平民百姓吗 若能报仇 就算成为魔修 又有何不可 周一航双拳紧握 眼中浮现冰冷的沙芒 如同一头地狱魔鬼 顾长哥在周一航身上 仿佛看到了自己 顾长哥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凝聚魔印 向着周一航推去 哎呀呀 周一航发出一声惨叫 魔印在他体内成形 他全身上下 都被恐怖阴森的魔器所充斥 此经魔童异役生辉 好似让他化身为一头狂魔 魔印种下 周一航则是成为了顾长哥的魔奴 拜见主人 周一航全身笼罩着魔器 此时恭敬地喊道 定 恭喜宿主顺利收下魔奴 获得4800杀戮值 并奖励一枚是魔丹 宿主 顾长哥 体质 大荒圣体 混沌剑体 原始真魔血脉 魔道修为 魔皇进入门 突破至魔皇进小城 需要15000杀戮值 杀戮值 14130 第37章 取你们命的人 14000多杀戮值了 顾长哥的嘴角 浮现一抹邪魅的笑容 很快 他就能突破到魔皇进小城修为了 顾长哥将系统奖励的是魔丹 拿了出来 周一航的紫金双眸 顿时绽放光芒 他体内的魔气 也在这一刻变得躁动了起来 小周 这是魔丹 你只要吞下它 便可获得无上的魔道力量 顾长哥对着周一航说道 普通 周一航直接跪倒在地 随后对着顾长哥重重地 磕了三个响头 因为他能感觉到 这颗丹药的不俗 只要吞下这颗是魔丹 他便能亲手去报仇 主人的大恩 小周莫尺难忘 此生刀山火海 只要主人一句话 小周绝对一不容辞 周一航双手接过是魔丹 而后不再犹豫 直接将是魔丹吞下 哄 这一刻 魔气猛然爆发 原始真魔血脉 也在周一航体内诞生 哎呀呀 周一航全身骨骼 五脏六腑都在生长 原始真魔之微爆发 使他看上去 如同一尊绝世大魔 紫金魔童 仿佛能够洞穿万古一般 闪耀着刺眼的紫金光芒 顾长哥用自己的力量 将整个房间封锁了起来 这才没有惊动其他人 哄 周一航的魔道修为 开始疯狂攀升 入魔 人魔 真魔 魔王进圆满 短短片刻时间 周一航的魔道修为 便突破到了魔王进圆满 比肩武道的造化进圆满 顾长哥的修为 是魔王进入门 而周一航服用了是魔丹 魔道修为 比顾长哥低一个小境界 因此才突破到了魔王进圆满 等到顾长哥突破魔王进小城 那么周一航便可以顺利地 突破到魔王进入门 杀 杀 杀 恐怖的魔道力量 充斥在周一航的体内 好似下一秒便会失控 极致的嗜血杀伐 眼中唯有杀戮 既然天下人负我 那我便途径天下人 周一航压下心中的杀意 此时单膝跪地道 多谢主人的恩赐 顾长哥满意地点了点头 周一航如今拥有原始真魔血脉 加上紫金魔童 虽然只有魔王进 但是却能秒杀一切非生进的强者 顾长哥算是得到了一位得力干将 今后有什么事 不至于全部都亲力亲为 小周 我再传你两道武学 一项是身法武学魔浪断魂布 一项是掌法武学魔神掌 顾长哥双指落在周一航的眉间 两道武学瞬间出现在了他的脑海 周一航拥有紫金魔童 魔道天赋极佳 当下学习得非常快 只见他双脚之上浮现道道魔气沙芒 双掌之上同样犯着恐怖威力 天阶武学 周一航神色动容 虽然他之前是凡人 但是对于武学神通的品级 还是有所了解的 主人传授给他的两门武学 一门是地阶高级掌法 一门是天阶高级身法 这两道武学任何一道 都足以让整个青州轰动 主人的背景到底有多么恐怖 周一航不禁在心里暗暗想到 可笑其余三大势力 都以为顾家大公子是个废人 若是主人修为曝光 一定会把他们吓傻吧 月黑风高夜 正是杀人时 小周 主人带你去杀人 顾长哥的嘴角浮现一抹音效 黑山帮的人 暗中已经被天剑宗收买 这样的祸患必须出去 是 主人 周一航双眼放光 全身弥漫着恐怖的杀气 这一天他等了很久很久 顾长哥和周一航 皆是穿上黑袍 随后施展魔浪断魂布 与黑夜融为了一体 天风城一百公里 外有一座通体幽黑的山峰 名为黑山 黑山帮的总部便位于这里 黑山帮一共有十万帮众 帮主曹狂乃是一名 飞升进大城的武修 两位副帮主皆是飞升进小城的实力 原本黑山帮的综合实力 和天风城旗鼓相当 双方都不敢轻易开战 但是自从天剑宗派了两名 飞升进圆满的强者 来到黑山帮后 黑山帮便越发的肆无忌惮 黑山寨 大厅内 此时灯火通明 酒香弥漫 三位帮主 两位天剑宗的强者 以及众多执事 全部汇聚一堂 不醉不归 哈哈 这小小天风城很快便能被我黑山帮 吞入腹中 届时 我整个黑山帮便能占据一座城池 想想就威风 当然 这一切都离不开天剑宗的帮扶 等到我黑山帮占据天风城之后 便名正言顺地臣服于天剑宗 一名粗犷汉子赤裸上身 手捧酒杯一饮而尽 脸上有着一到十厘米的刀疤 看着触目惊心 两位副帮主也是一饮而尽 以表对两位天剑宗强者的敬意 守卫上 两名天剑宗的强者面带笑意 对黑山帮的行为很是满意 啪啪啪 就在这时 寨子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帮主 不 不好了 一名帮众跪倒在地 神色慌张地说道 大呼小叫的成河体统 没看到两位长老在吗 曹狂对着两人呵斥道 帮主 是 是天风城那边出事了 我们派出去的一万号人全部被图 无意生还啊 那名帮众低声说道 什么 在场的所有人皆是愣住了 怎么可能 一万号人全部死了 天风城那点实力 怎么会杀得了我们一万号人 曹狂身上的肌肉开始躁动 此时怒声吼道 天剑宗的两位长老眉头一皱 难道是顾家来人了 两位老者对视一眼 很快便有了答案 顾家 顾家自己都已经苟延残喘了 难道还有精力顾忌天风城 曹狂面色阴沉 体内爆发出一股冰冷的杀意 哼 本帮主就不信 那顾家能够镇守天风城多久 一旦他们离开 本帮主便要屠城 与此同时 寨子外突然有着两道黑衣人袭来 他们周身泛着魔器沙芒 快速袭来 所过之处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那 那是什么 啊呀 不 不要杀我 魔 魔鬼 啊不 数万名山匪根本来不及防御 然而下一秒 便被魔器沙芒肆虐的尸骨不胜 周一航徒手撕裂山匪 一拳又一拳轰出 将山匪轰得血肉模糊 骨骼粉碎 还我姐姐命来 周一航双眼泛着紫金光芒 魔器滔天 一记魔神掌拍出 数万名山匪化为血雾 冷烈的月光下 周一航全身溅满了鲜血 然而这嗜血的感觉 却让他无比享受 谁 是谁竟敢犯我黑山帮 大厅内 曹狂手握大刀 带着数百名直视杀来 两名天剑宗的强者 也紧随而至 当曹狂等人来到寨子里时 顿时被吓傻了 地上血流成河 肢体残缺不全 极其的血腥 短短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寨子内剩下的九万帮众 竟然被杀得一个不胜 哎呀呀 你 你们两个畜生 曹狂心痛如刀绞 他花了几十年 才培养起来的黑山帮 此时竟然被这两人 杀得片甲不留 曹狂体内的修为气息爆发 手握大刀 目声喊道 我们是谁 呵呵 娶你们命的人 黑袍下 周一航如同恶鬼般冷笑道 今天他要大开杀戒 将这群人杀得连渣渣都不胜 第38章 另一位黑衣人 如修魔 魔修 你是那个魔修 天剑宗的两位长老 感受到周一航体内的魔气时 顿时就被吓得脸色苍白 身形狼狈后退 如果真是那位魔修的话 那么他们今天谁也别想活 毕竟连身怀大荒神体的柳萍 都死在了魔修手中 他们区区飞升静修为 如何是魔修的对手 什么 他就是那位魔修 曹狂同样被吓了一跳 屠杀四大势力年轻一辈的魔修 曹狂自然也有所耳闻 可是不对啊 为什么会有两个魔修 而且这个魔修只有魔王静修为 也就比肩造化静罢了 我们为何要怕他 曹狂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此时依旧面带杀气地说道 闻言 天剑宗的两位长老 这才反应过来 这头魔修的修为 确实只有魔王静 就算他手段再多 战力再恐怖都好 撑死也只能对付 飞升静大乘以下的武修 看来你不是那位魔修 真是虚惊一场啊 两位长老松了一口气 目光不屑地看向周一航 顾长哥的嘴角微微上扬 他的气息被系统屏蔽 天剑宗的长老自然感受不出来 而他们只能感受到周一航的气息 因此断定周一航和他不是黑山帮的对手 杀 周一航体内的魔气爆发 原始真魔血脉在这一刻 被彻底释放了出来 滔天魔气笼罩天穷 一头血色大魔出现 什么 原始真魔血脉 你 你竟然拥有原始真魔血脉 什么鬼 青州什么时候出现那么多恐怖的魔修 天剑宗的两位长老顿时吓傻了 在这股原始真魔之威面前 他们竟然赶到后背发凉 原始真魔血脉 那可是上股禁忌啊 杀 周一航化为一道黑影杀出 魔气沙芒 肆虐九天十地 好恐怖的气息 一起上 曹狂吞了吞口水 他不敢轻敌 和两位副帮主 以及上百名直视一起杀出 狂刀斩 血杀三刀 以曹狂为首 众人纷纷使出武学神通 刀斩从天而降 虚空皆是被斩碎 然而周一航却不避不闪 体内的魔气汇聚被他猛地拍出 那头血色大魔同样拍出一掌 这一掌拍出 天地化为血色 魔气笼罩万古 四海八荒 皆是为之震动 轰扑 一掌落下 万物纪灭 上百道刀斩 竟然在一瞬间化为粉碎 轰 啊 掌势滔天 魔气浩荡 修为地狱非生境的山匪 直接化为了血物 曹狂 以及两位副帮主 吐血飞出 眼中不满了恐惧 明明对方至于魔王境修为 但是却能轻易击败他们所有人原始真魔血脉 实在是恐怖如斯 杀 沐浴着鲜血 周一航再次杀出 他双掌伸出 如同利刃般穿过两位副帮主的胸膛 哎呀呀 两人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胸口处浮现了两道血洞 死 周一航仰天咆哮 体内的魔气在这一刻猛然爆发 轰扑 两位副帮主瞬间化为了血物 刺鼻的血腥味弥漫 老二 老三 曹狂撕心裂肺地喊道 到你了 周一航一发不可收拾 恐怖的魔威瞬间落在了曹狂身上 哄 啊 扑通 曹狂双腿发软 一下子跪倒在地 当初就是曹狂侮辱了周一航的姐姐 并杀死了他的父母 你最该万死 周一航的魔爪落下 从曹狂的头盖骨一直往下 血肉分离 白骨外露 五道触目惊心地爪痕 从头一直到肚子 血淋淋的肠子都露在了外面 啊呀 曹狂全身痛苦地抽搐 他此时的感觉便是生不如死 然而周一航并不想放过他 一拳轰出 曹狂的两腿之间瞬间爆炸 扑 啊 曹狂面如土色 再次发出一声惨叫 随后便昏了过去 周一航如同凶兽般冲出 双手直接撕碎了曹狂 血物弥漫 周一航沐浴着鲜血 如同一尊绝世大魔 叮 宿主的魔奴击杀仇人 宿主获得三千杀戮值 宿主 顾长哥 体质 大荒圣体 混沌剑体 原始真魔血脉 魔道修为 魔皇进入门 突破至魔皇进小城墟 一万五千杀戮值 杀戮值 一万七千一百三十 顾长哥的脑海 突然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嗯 我的魔奴击杀仇人 我竟然也能获得杀戮值 顾长哥感到有些惊喜 不过 他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万七千多杀戮值 随时都可以突破到魔皇进小城 一旦突破到魔皇进小城 那么轮回进圆满以下的所有武修 都将不足为惧 届时 他的魔奴周一行 也能突破到魔皇进入门 咕噜 死 死了 都死了 好 好残忍的手段 你这天杀的魔修 你 你会遭到天谴的 天剑宗的两位长老 看得傻眼了 短短几分钟 曹狂等人便被无情屠杀 这名只有魔皇进修为的魔修 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到你们了 黑袍下 周一行舔了舔嘴唇 唯有杀戮能够一解心中之恨 刷 就在这时 山寨外竟然又掠来一位黑衣人 顾长哥和周一行疑惑地望去 对面的黑衣人同样也梦了 这事都死了 新来的那名黑衣人彻底梦了 他此行前来便是为了杀进黑山帮之人 但是却不料被人杰族仙登了 又来一位 快 快跑 天剑宗的两名长老吓得双腿发软 他们不敢再犹豫 当即转身 使出吃奶的力气逃跑 非生境圆满修为的他们 顿入虚空 瞬息万里 哪里走 朱 然而新来的那名黑衣人 一声浩然正气爆发 声音落下 如同天地红中 轰隆隆 顿时天雷滚滚 天乏之力降下 直接落在了天剑宗两位长老身上 扑 两位非生境圆满的五秀莲惨叫 都未发出 竟然直接灰飞烟灭 一语成真 这 这是一名如修 顾长哥的瞳孔猛然咒锁 如修的手段 他曾听闻过 可以沟通天地神力 从而达到一语成真的恐怖威力 没想到他今天竟然亲眼见到了一位如修杀人 第39章 突破魔皇境小城 大长老猛了 一觉醒来 成了救世主 那位如修击杀了天剑宗的两名长老之后 再次看了一眼顾长哥和周一航 随后便转身离去 这名如修黑衣人 明显也不想暴露身份 纵地金光 随后竟然化为一道金光消失不见 这便是如修的手段吗 黑袍下 顾长哥的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如修出手 如修和五修一样 总共分为十二个境界 分别是修心禁 修身禁 仁者禁 儒生禁 德性禁 君子禁 不惑禁 立命禁 天命禁 大儒禁 亚圣禁 圣人禁 想要轻易击杀两名非生禁圆满 那么这名如修必须达到天命禁 如道本来就虚无缥缈 并非所有读书人都能踏入如道 然而刚才那名如修 最低修为便达到了天命禁 可想而知 他的如道天赋有多么强大 天命禁 比肩五道的非生禁 仅次于轮回禁大能 要是二帝能得到刚才那位如修大能的指点就好了 兴许以二帝的资质 也能踏入如道呢 顾长哥沉思道 只可惜 刚才那位如修走得匆忙 丝毫不给顾长哥上前结识的机会 一旁 大仇得报的周一航如势负重 他跪倒在地 对着苍穹喊道 爹 娘 姐姐 你们的仇一航给你们报了 你们可以安息了 周一航对着天穹刻了三个响头 望着周一航的背影 顾长哥面无表情 周一航的血仇已经报了 但是他顾长哥的血仇还没有报 他要尽快变强 只要突破到魔皇境大城 便可杀去三大势力 将剩下的三大势力突灭系统 把魔道修为提升至魔皇境小城 顾长哥对着系统命令道 实力才是一切之本 一定要尽快提升魔道修为 哄 顾长哥体内的魔气爆发 整个黑山寨都摇摇欲坠 感受到主人的魔气之后 周一航眼中闪过一抹恐惧 即便他现在非常强大 但是在主人面前 他依旧连蝼蚁都算不上 而且他能有今天 全部都都亏了主人的栽培 轰隆隆 原始真魔血脉爆发 整个天穹都被魔尾笼罩 一头血色大魔 肆虐九天十地 四海八荒 皆是被轰穿 顾长哥双目血红 混沌剑体 大荒圣体 皆是爆发 两柄魔剑肆虐九霄 大荒圣威 镇压万古 一头绝世狂魔 足以毁天灭地 咕噜 猪 主人突破了 周一航吓得道咽一口口水 在主人凝聚的这头血色大魔前 他感到瑟瑟发抖 哄 顾长哥刚刚突破没多久 周一航的修为也迎来了突破 这是魔皇进入门 周一航双拳一握 魔威浩荡 赫然突破到了魔皇境 碾压飞生镜一切无休 就算是遇上轮回进入门的强者 他都能一战 呼 顾长哥呼出一口浊气 眼中的沙芒渐渐退去 宿主 顾长哥 体质 混沌剑体 大荒圣体 原始真魔血脉 魔道修为 魔皇进小城 突破至魔皇进大城 须两万杀戮值 杀戮值 2130 功法 神魔涅槃诀 武学神通 神像镇玉镜 上苍结光 一剑定生死 魔浪断魂布 魔神掌 法宝 弹将 莫言 魔奴 周一航 魔道修为 魔皇进入门 望着信息面板 顾长哥的嘴角微微上扬 终于突破到魔皇进小城了 如今的他 在剩下的三大势力面前 也只有柳南杰 潘明龙 袁涛强等人打不过 其余所有人皆是被他碾压 小周能报血仇 多亏了主人的栽培 从今往后 小周愿为主人上刀山下火海 就算主人让我去死 我也会毫不犹豫 小周单膝跪地 语气坚定地说道 顾长哥满意地点了点头 周一航体内有他种下的魔印 以后会绝对地忠诚 因此 顾长哥根本不担心周一航会背叛他 起来吧 顾长哥对着周一航吩咐道 是 主人 周一航起身 恭敬地跟在顾长哥身后 随后主奴二人回到了天风城 一日 黑风帮被灭的消息 在整个天风城迅速传开 你 你们听说了吗 黑风帮被灭了 将近十万帮众 全部被杀得片甲不留 据说鲜血都从山上 一直流淌到了山脚呢 真的吗 哈哈 真是报应啊 太好了 藏天终于开眼了 娘子 黑山帮被灭了 你在天上看到了吗 我怎么感觉 更像是主家那位大长老所为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应该就是主家大长老 亲自杀去了黑山 将那黑山帮的人全部屠杀 走 去城主府 感谢主家大长老 城主府前人满为患 数以万计的百姓跪倒在府前 对着大长老顾元城道谢 顾元城人都梦了 这踏马一觉醒来 自己成了救世主 难道 昨天梦游杀去了黑风帮 嘿嘿 主位相亲父老 那黑山帮 真不是老夫所灭啊 顾元城倾咳一声 他感觉 这个不属于他的荣誉 他就是不该拿 一旁 顾长哥和顾长青的嘴角 都挂着一抹笑意 大长老 您就别谦虚了 在场之人能够灭黑山帮的 也只有你了 大哥说的没错 大长老果真是心系天下 为名除害啊 顾长哥和顾长青一唱一和 百姓们更加深信不疑 顾长哥身后 周一航嘴角浮现了一抹笑意 他看破不说破 不愧是刀人啊 不在乎名利 超然于世外 请受我等一拜 城主李毅老泪纵横 这些年他没少受气 如今黑上帮被灭 他心里那叫一个激动 随着李毅跪下 全场所有人 皆是拼了命的磕头 咕噜 这 算怎么回事 大长老顾元城 倒咽一口口水 这越解释 大家反而越发相信 是他所为 顾元城揉了揉眼角的眼屎 他确定 昨天自己没有去那黑山帮啊 难道真的是 老夫昨晚梦游杀去了黑山帮 奇灾怪灾啊 顾元城摇了摇头感叹道 物草 梦游杀去了黑山帮 大长老 您可真是神人啊 梦游都能屠灭整个黑山帮 无被楷模啊 文言 李毅再次激动的磕头 神人 真乃神人 数以万计的百姓听到之后 同样卖地的磕头 大长老顾元城在他们眼中 简直就是那至高无上的神 顾元城 第四十章 顾安安出关 觉醒太阴神体 灭了黑山帮之后 顾长哥一行三人便离开了天风城 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 他们去到了边境江城 丹城 足足十二个城池 但凡是边境城池 局势都不容乐观 这也敲响了顾家的警钟 如果顾家再不做出回应 那么边境城池迟早会被吞并 届时会有一座座顾家掌管的城池 落入三大势力手中 顾长哥决定 回去之后更加疯狂地完成屠戮任务 争取早点突破到魔皇境大城 然后就可以灭掉三大势力 化解顾家的危机 半月过后 顾长哥三人开始启程返回顾家 与此同时 五道昌盛的中州 这里是一处独立的空间 与外界隔绝 这片空间灵气浓郁 天才地宝遍地皆是 一座座空中楼阁 山峰 好似天上仙宫 威娥的主殿前 一位美妇人面色苍白地跪在地上 她衣衫单薄 寒风吹来便会使她瑟瑟发抖 她便是顾长哥的母亲洛颖童 洛颖童为了治疗顾长哥的丹田 不惜回到洛家求药 只可惜洛家绝情 丝毫不理会她 无奈之下 洛颖童只好跪在这里 这一跪便是半年 这半年时间 如果不是三哥洛芳庆可怜她 每天给她送吃的 那么洛颖童根本撑不过半个月 毕竟洛颖童被剥夺了血脉 早已是凡人之躯 七妹 你这又是何苦呢 父亲他们是不可能把保药给你的 你还是快些回去吧 一位头戴关玉 身穿华服的男子走来 神色不忍地说道 他便是洛颖童的三哥洛芳庆 洛家家主洛永健 一共有十七个儿子 十个女儿 洛颖童排行老七 因此被称为七妹 在二十七个兄弟姐妹中 也唯有三哥洛芳庆 还念及兄妹之情 其余的兄弟姐妹 皆是看不起她 甚至嫌弃她丢了洛家的脸面 三哥 长哥的天赋真的很好 他从小生有大荒神体 今后的五道之路将会走得很远 可惜丹田破碎 无法再修炼 若能得到治愈丹田的保药 长哥一定可以重拾信心 还望三哥再帮我求求情 七妹给三哥磕头了 洛颖童眼角挂着泪痕 此时语气坚定地说道 七妹 使不得 洛芳庆紧皱眉头 当即上前阻止洛颖童磕头 也罢 我再去试试吧 洛芳庆对着洛颖童说道 多谢三哥 洛颖童美眸之中 浮现一抹希望之光 此时感激地说道 洛芳庆进入了主殿 守卫上 家主洛永健丝毫不为所动 下方乃是两位副家主 以及洛芳庆的兄弟姐妹 三弟 那女人已经没了我洛家血脉 已经不配称之为洛家人了 你又何必同情与她 是啊三哥 那女人真是丢了我们洛家的脸 亏我小时候还跟她玩的那般好 真是瞎了眼 一个小小青州的匹肤 竟然让她这般痴情 哎 真是愚昧啊 洛永健的二十几个儿子和女儿 此时皆是挖苦道 哼 七妹的天赋当初何其要人 你们当时巴不得和影童搞好关系 如今影童不复当年 你们便这般挖苦 良心不会痛吗 父亲 治愈丹田的宝药虽然珍贵 但是我们洛家还是能够拿出一两株的 还望父亲成全七妹 庆儿愿意用今后所有的修炼资源 来为七妹换一柱宝药 洛方庆对着守卫上的洛永健 躬身说道 洛永健一双老眼缓缓睁开 而后闪过一抹不悦 方庆 你的天赋很好 但唯一不足的便是妇人之人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选的 是他宁可放弃洛家血脉 也要跟那个野男人私混 我洛家没有灭了 那顾家已经是百般仁慈了 又怎么可能给他保药 这件事休要再提 你下去吧 洛永健声音冰冷 毫无一丝感情 他有二十七个孩子 又岂会在乎 区区一个没了修为 没了血脉的凡人 我 洛方庆紧皱眉头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洛家乃是中州八大家族之一 在整个中州 都是无比强大和耀眼的存在 正所谓帝王世家人情薄良 这洛家也同样如此 在洛家亲情最为廉价 洛方庆一脸失望地出了主电 见到洛方庆脸上的表情后 洛颖童便已经知道了结果 七妹 对不起 三哥没能给你争取到 洛方庆有些愧疚地说道 然而洛颖童却是摇了摇头 三哥 谢谢你 这不怪你 你已经尽力了 七妹 你还是听三哥的 早点回去吧 在这只能平白无故地受苦 洛方庆再次劝道 但是洛颖童却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他一定要为长哥带回去一颗 能够治愈丹田的宝药 青州 顾家 顾安兰闭关的洞府内 此时却有强大的气息 冲天起 更有霞光万丈 金莲朵朵 引来天地异象 这是小兰引起的 大厅内 家主顾元洪 二长老顾元昌 三长老顾元明 以及顾家所有长老子弟 皆是震惊的望去 咕噜 天地异象又是天地异象 和长哥出生时一模一样 难道三小姐也要诞生神体了吗 哈哈 真是天佑我顾家呀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我顾家正愁后继无人 若是三小姐诞生出神体 那么我顾家必然可以再次崛起 顾家上下 此时齐声欢呼 这是太阴之气 难道小兰诞生出了太阴神体 顾元洪一双瞳孔猛然皱缩 老脸很是激动 什么 太阴神体 那也是十大神体之一的存在啊 哈哈 太好了 三小姐今后的五道之路 绝对能够坦坦荡荡 只怕超越轮回 正到生死都有可能 顾元昌和顾元明 语气激动地说道 但顾元红眼中 却很快浮现一抹担忧 太阴神体虽然极为强大 但也是绝佳的炉顶 若能和身怀太阴神体的女人双修 那么便可获得太阴之气 从而五道修为非常 顾安兰引起的天地异象 整个青州都能察觉到 只怕三大势力 以及圣灵学院会起歹心 这次不管是谁 只要胆敢基于我女儿 那老夫就算豁出这条命 也要和他鱼死网破 顾元红狠狠一咬牙 紧握双拳说道 四年前他亲眼看着自己儿子 被夺走神体 那种绝望和痛苦 他发誓 不要再经历第二遍 第四十一章 阴谋 洞府内霞光万丈 天地大势汇聚而来 一道倩影飞出 立于天穷之上 太阴神体璀璨夺目 太阴之气浩浩荡荡荡 浓郁的灵气源源不断地涌入到顾安兰的丹田之中 哄 一声巨响发出 顾安兰的修为气息开始暴涨 造化镜小城 造化镜大城 造化镜圆满 飞升镜入门 短短片刻时间 顾安兰的修为便跨越了一个大境界 突破到了飞升镜入门 死 三 三小姐突破到飞升镜了 十三岁便突破到了飞升镜 这在整个青州都闻所未闻了 别说青州了 就算是五道昌盛的中州 也很难出几个这样的妖念 太阴神体果然名不虚传 我们顾家终于迎来了希望 顾家上下全部都激动地望着那道歉影 此时顾安兰已经成为了顾家的希望 顾安兰缓缓落地 一双美眸泛着凌厉的精芒 他发誓要把大哥失去的东西 双不要回来 无极功 天剑宗 封清门 圣灵学院 你们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顾安兰面带杀气地说道 觉醒了太阴神体之后 顾安兰的五道天赋也随之突飞猛进 届时四大势力圣灵学院全部都要承受他的怒火 青州 无极功 满头白发的柳南杰神色凝重地望向顾家 刚才的天地一向他全程目睹 那股至纯至尽的太阴之气 让他都感觉到了一丝畏惧 顾家 又是顾家 先是顾长哥诞生大荒神体 现在就连顾安兰也觉醒了太阴之体 顾家都是些什么妖念 柳南杰一双老眼微眯 此时咬牙切齿地说道 什么都是顾家的 而他柳南杰最看重的儿子已经去世了 无极功的怨恨程度 一旦顾安兰突破到轮回境 第一个灭的就是他无极功 绝对不能让顾家翻身 顾家必须灭亡 柳南杰一双老眼泛着阴翼之色 轰隆 就在这时 无极功外的一处虚空破碎 紧接着 一道苍老的身影走出 正是圣灵学院的副院长穆伟明 见过穆老 柳南杰眉宇之间泛着一抹惊讶 但还是上前恭敬的行礼 柳公主 我们院长有请 还望速速随老夫前往圣灵学院 穆伟明对着柳南杰说道 闻言 柳南杰大概已经猜出了圣灵学院的用意 顾家三小姐顾安兰觉醒太阴神体 圣灵学院岂能不怕 毕竟当初圣灵学院出卖了顾安兰 一旦顾安兰成长起来 圣灵学院绝对会遭受报复 所以 圣灵学院一定会想办法将顾安兰这个后患除掉 有劳木老跑一趟了 柳南杰躬身说道 随后 柳南杰随木伟明一起向着圣灵学院赶去 与此同时 天剑宗的宗主潘明龙 封清门的门主袁涛强 同样向着圣灵学院赶去 圣灵学院位于圣灵城 占地百万余亩 可谓是辽阔无边 学院内有着108座山峰 以及修炼塔 宫殿不尽其数 圣殿内108位封主齐聚 以及十大核心长老 上百名核心直士 在诸多封主 长老之中 还有一位少年 他面旁俊逸 身穿白服 如同九天之上的仙君 他便是圣灵学院第一天教邓晨 传闻生有至尊骨 年仅19岁便修炼到了轮回静小城 如今邓晨已经被封为圣子 身份地位 甚至可以和两位副院长平起平坐 踏踏踏 没过多久 两位副院长便将三大势力的领袖 带进了圣殿之中 院长 柳公主等人已经到了 穆伟明对着守卫上鹤发童言的老者说道 老者正是院长徐立安 如今已是半步生死尽的大能 闻言老者缓缓睁开了眼睛 那双深邃的老眼仿佛历经了万古 拜见院长 柳南杰 潘明龙 袁涛强三人恭敬的行礼 这位可是半步生死尽的大能 虽然还没有突破到真正的生死尽 但是随便一掌也能把他们拍死 徐立安点了点头 随后开口道 顾安兰觉醒太阴神体的事情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闻言 众人的神色皆是有些复杂 毕竟顾安兰当初也是圣灵学院的弟子 只不过圣灵学院最终抛弃了顾安兰 为了一些好处 把他交给了四大势力 谁曾想顾安兰竟然觉醒了太阴神体 若是当初知道有那么一天 圣灵学院肯定不会为了那些好处 便舍弃顾安兰 一尊太阴神体几乎是万中无一 今后的成就必然不凡 哪怕正到生死都完全有可能 但越是这样有潜力的人 一旦得罪就必须斩草除根 否则就会后患无穷 听到太阴神体 邓辰的眼中顿时浮现一抹 贪婪他生有至尊骨 力量乃是至刚至阳 如果能够和顾安兰双修 获得太阴之气的话 武道修为将会一飞冲天 而且顾安兰长相也极为美丽 连平时对女人不感兴趣的邓辰 心中都生起一抹贪婪 顾安兰对我圣灵学院积愿已久 如今他觉醒太阴神体 只怕不出十年便会突破到轮回境 到那时恐怕会报复圣灵学院 为了永绝后患 本院长决定讨伐顾家 徐立安并没有拐弯磨脚 直接道出了心中的想法 在场之人哪一个不是顾家的敌人 根本不需要拐弯磨脚 老奴赞成 就在这时 人群中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正式成为圣灵学院奴仆的薛洪 当初因为摩修之事 天涯阁惨遭被灭 而他这个阁主也被种下奴印 成为圣灵学院的奴仆 这些年他过得生不如死 而且他坚信 那个摩修绝对不是他的儿子薛广天 这一切都是有人栽赃陷害 顾家早就不该存在了 并且昔日在秘境屠杀学院天涯的摩修 也很有可能出自顾家 请大家想一想 这一年多下来 我四大势力灭的灭 伤的伤 即便是圣灵学院也损失了一种天涯 唯有那顾家好好的 你们不感到奇怪吗 若是我儿真的是摩修 并且已经失控的话 怎么可能只对顾家留守呢 薛洪的目光扫过所有人 这一天他终于等到了 他要为自己 为整个天涯阁洗刷冤情 而顾家 则是薛洪一直怀疑的幕后黑手 因此 一旦有机会 薛洪一定不会让顾家好过 第四十二章 旷迈被夺 顾元洪愤怒杀去 对于薛洪的一番话 全场几乎没有人回应 无论是吴吉宫 亦或是封清门 再者是圣灵学院 其实都怀疑过摩修之事 与顾家脱不了干系 但是他们找不出证据 并且 天涯阁已经被他们灭了 如果承认这件事和天涯阁无关 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所以他们 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他不过是个阶下囚罢了 薛洪 摩修之事暂且先不提 如今当下之急事 解决掉顾安兰 当然 若那摩修真和顾家有关 想必我们对顾家出手后 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摩修到底是谁 相信很快就有定论了 徐立安甚至都没有看一眼薛洪 只是缓缓说道 要他圣灵学院承认错误 这几乎不可能 就算摩修出自顾家 天涯阁市被栽赃 圣灵学院既然都做了这件事 那么就不会承认自己有错 愿听院长安排 薛洪只得压下心中的怨气 他现在只是圣灵学院的一个奴仆 根本没有任何话语权 诸位 此次把你们召集起来 主要是想问问你们 有没有什么妙计对付顾家 徐立安开口问道 此次圣灵学院已经下定决心 讨伐顾家 那么就绝对要将整个顾家斩草除根 永绝后患 闻言 天剑宗的宗主潘明龙当即走出 院长 潘某这里倒是有一条计策 若是进展顺利的话 可以让那顾元红不战而败 听闻潘明龙此话 所有人皆是好奇的望去 整个顾家也就顾元红威胁最大 轮回进圆满的大能 若是拼死一战 无论是三大势力 亦或是圣灵学院 多少都会受到损失 若是能将顾元红制服 那么整个顾家也就不足为据了 到时不费吹灰之力 便可攻下顾家 潘宗主 你所说的计策是 徐立安同样好奇地问道 院长 是这样的 潘明龙的嘴角浮现一抹音效 而后娓娓道来 哈哈 妙啊 众人听完 皆是大声笑道 就连守卫之上的徐立安 都是忍不住夸赞道 潘宗主 你这招可真是高啊 那便按你所说去做 一旦顾元红失去战斗力 我们便派强者杀去顾家 将顾家连根拔起 青州 顾家 顾长哥三人结束了云游走访 再次回到了顾家 刚回到顾家 顾长哥便听闻三妹觉醒了太阴神体 这让顾长哥三人激动不已 三妹觉醒了太阴神体之后 今后的五道之路 必然会一帆风顺 三兄妹齐聚一堂 顾安岚耐心地听着 大哥和二哥这一月以来的经历 最后 顾安岚美眸坚定地说道 大哥 二哥 我一定会好好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到轮回境 好保护顾家子民 文言 顾长哥和顾长青 都很心疼自己这三妹 这四年下来 顾安岚的肩上 背负了太多太多 三妹 大哥会陪着你的 顾长哥笑容和煦地说道 顾长青同样笑着说道 二哥也在 大哥 二哥 有你们真好 顾安岚美眸有些湿润 这抹家族温情 让他格外地享受 同时 顾安岚也发誓 这辈子 一定要守护好顾家 四年前 他没有保护好大哥 那么四年后 他一定不要悲剧重演 一晃大半年过去了 母亲还没有回来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顾长哥神色有些担忧地说道 他倒是想去中州 但是现在根本没有那个实力和资格 顾长哥和顾安岚 心里也不好受 但现在这些并不是他们能够改变的 母亲 等我 顾长哥看向外面的月亮 眼中两道黑芒一闪而逝 一日 顾家大门外 有着一名弟子 全身沾满鲜血 此时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家 家主 不好了 罗云山脉开采灵矿的弟子出事了 那名弟子一路跑到大厅 随后跪在地上汇报道 家主顾元红眉头一皱 在场的三位长老同样面色凝重 罗云山脉有着顾家的一处灵矿 顾家派出上千人在那开采灵矿 然而 现在竟然出事了 究竟怎么回事 顾元红神色焦急地问道 回家主 那二流势力逍遥谷突然杀到罗云山脉 声称我顾家的矿卖归他们所有 让我们顾家子弟滚蛋 我们奋起反抗 却因为实力相差悬殊而被他们无情屠杀 上千名弟子中 仅由我一人跑了出来 跪倒在地的弟子气不成声地诉说道 逍遥谷 依附于天剑宗的二流势力 好啊 连区区一个二流势力都敢这般欺负我顾家 我顾家这么多年不发威 恐怕已经被他们当成了软柿子 简直谁想捏便捏 顾元红狠狠一咬牙 体内的修为气息猛然爆发 轰隆隆 轮回进圆满的恐怖威压席卷而出 整个大厅都是摇摇欲坠 顾元红这次真的怒了 区区一个二流势力如果都敢欺负顾家的话 那今后岂不是什么阿妈阿狗都要欺负顾家 逍遥谷 本家主若不灭你 你去清点一万号长老和弟子修为都要在神藏镜以上 此次我要将逍遥谷杀的片甲不留 顾元红面色阴沉地吩咐道 是 家主 大长老感受到了顾元红的愤怒 于是领命离去 没过多久 顾家上万名长老和弟子聚集在了广场之上 顾元红手握大黄神枪 轮回进修为气息直冲云霄 此时立于人群之首 逍遥谷乃是二流势力 谷主卫胜已是轮回进大城的强者 与大长老顾元成修为不相上下 所以顾元红才想亲自杀去 以斩顾家雄风 顾元红刚刚觉醒太阴神体 如今正是被人觊觎的时候 越是这个时候顾家越是不能怂 一定要杀鸡锦猴 让青州大小势力 知道他顾家不是软柿子 元成 本家主离开的这段时间 顾家便交由你打理 顾元红对着大长老吩咐道 是 家主 顾元成郑重地回道 一旁 顾长哥 顾长青 顾元红三人同样也赶来送行 这是顾家自四年前那场战事之后 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发动战争 不过区区一个二流势力逍遥谷 父亲出手应该很容易就能灭掉 顾长哥也没有多想 因为他感觉逍遥谷在顾家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家主 此次我随您一同前去吧 三长老顾元明站了出来 自告奋勇道 文言 顾元红犹豫了一下 因为他感觉区区一个逍遥谷 根本反不着出动那么多轮回镜的强者 毕竟现在顾安兰觉醒了太阴神体 保不准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会趁机出手 所以顾家多留点强者准没错 但是既然顾元明执意要去 顾元红也没有拒绝 而是点头道 那好 你随本家主一同前去 是 顾元明当即回道 顾家的好狼们 如今那逍遥谷犯我顾家 你们说该怎么做 顾元红的目光扫过所有人 面色伶俐地问道 杀 杀 杀 顾家上万人气势如红地喊道 好 有血性 不愧是我顾家狼 跟我走 杀去逍遥谷 灭了那群杂碎 顾元红纵身一跃上了 极影大雕 其余人也纷纷飞了上去 随后大雕展翅 化为一道黑影 消失不见 第43章 背叛 危在旦夕 罗云山 一处绵延数千里的灵脉 此时已经被逍遥谷的人占领 灵脉极为稀少 乃是一个势力极为重要的资源 如同顾家这样的大势力 也不过只有八条灵脉 所以 每一条灵脉顾家 都格外地看重 逍遥谷整整五万多人 此时将灵脉从头到尾占领 为首的乃是谷主卫盛 如今已是轮回进大成修为 金旭为和颜昊正 两位副谷主 紧随其后 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打量整座灵脉 有了这座灵脉之后 逍遥谷的规模 起码可以扩大三分之一 到时在二流势力中 都能成为翘楚 谷主 您说那顾元红会来吗 金旭为面色凌厉地问道 卫生的嘴角微微上扬 灵脉举足轻重 乃是一方势力的根基 顾家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管 只要顾家派兵前来 那么顾元红就一定会跟着 因为整个顾家 也就只有顾元红能够击败我 文言 金旭为和颜昊正脸上 皆是浮现一抹音效 他们逍遥谷 之所以敢对顾家的灵脉出手 那是因为背后有天剑宗撑腰 否则以逍遥谷这等二流势力 怎么敢招惹顾家 刷刷 数个时辰之后 顾元红手握大黄神枪 气势逼人 顾家来了 卫生双眼微眯 向着天穷看去 但是他们并没有惧怕 而且还有些窃喜 这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区区逍遥谷也敢占我顾家灵脉 卫生 你怕是活你了吧 给我杀 一个活口都别留 顾元红手当气冲 轮回进圆满修为气息爆发 神枪挥舞 顿时上千名逍遥谷弟子 化为血物 这便是一流势力的强大所在 一位轮回进圆满的大能 足以碾压所有二流势力 并且 顾家弟子的综合实力 也远远高于逍遥谷 因此 双方一开战 逍遥谷便节节败退 不过有着五万多名弟子 一时半会 还不会败下阵来 卫生 你可真是好大的狗胆 今天便用你的狗头 祭我神枪 顾元红双目一寒 如同猛虎半月初 沿途虚空皆是破碎 大黄神枪乃是神器级别 此时被顾元红挥出 顿时搅动天地风云 好恐怖的枪威 卫生脸色凝重 如果和顾元红正面交锋的话 他自问连三招都接不住 但是好些还在后面 顾元红 你们顾家苟延残喘了那么多年 迟早是要走向灭亡的 不如便将这罗云山的灵脉 让给我逍遥谷如何 卫生手握大刀 语气不屑地说道 你找死 轰隆隆 这一刻 恐怖的轮回进 圆满修为气息爆发 天地为之轰鸣 一枪轰出 如同蛟龙出海 恐怖的枪威 让卫生如同置身于茫茫宇宙 渺小的如同一只蝼蚁 卫生紧握大刀 他还在等待时机 而顾元红的神枪 眼看就要落下 妈的 怎么还不动手 卫生对着顾元明使了个眼色 顾元红身后 三长老顾元明面色挣扎 但他已经别无选择 大哥 对不起了 排山长 顾元明凝聚全身灵力 而后猛地拍出一掌 光 咔嚓 这一掌不偏不倚 正好落在了顾元红的后背之上 顿时肋骨断裂 鲜血挥洒 啊呀 顾元红发出一声惨叫 他的脸色顿时绿了下来 因为这道攻击 竟然是从身后袭来 他丝毫没有防备 面对顾家人 他一直都很放心 但是这次 他经历了背叛 逍遥斩 卫生早已等待多时 见顾元红受伤 当即使出最强一击 轮回进大城最强一击 但是顾元红身受重伤 此时只能仓促防御 光 扑哧 一刀落下 顾元红手中的神枪被震飞 并且顾元红整个人吐血飞出 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家 家主 顾家子弟失声喊道 他们全都梦了 三长老竟然偷袭家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长老 你 你在干嘛 顾家只是快速跑来 将顾元红护在身后 对着顾元明咆哮道 顾元明眼中复杂 但却闭上了双眼 哈哈 顾元红 被自己亲兄弟背叛的滋味不好烧吧 卫生间扛大刀 冷声笑道 顾元红先是遭受偷袭 而后又被他正面劈上一刀 此时已经不足五成灵力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为什么 顾元明 给我个解释 顾元红嘴角残留着血迹 一双老眼布满血丝 他做梦也想不到 会被自己的亲兄弟背叛 大哥 对不起 顾元明闭上了双眼 挣扎着说道 别喊我大哥 你不配称之为顾家人 顾元红双拳紧握 他恨自己 为什么那么相信顾元明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为什么顾元明要背叛他 为什么 哈哈 顾元红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 卫生走上前来 嘴角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 三十年前 当顾元明 只有飞升尽圆满修为的时候 天剑宗 曾赐予了他一颗五品轮回丹 顾元明正式炼化了轮回丹 才顺利地突破到了轮回境 只不过天剑宗 在轮回丹之中做了手脚 种下了一个绝命毒蛊 因此顾元明要想活命 就只能乖乖听天剑宗的 卫生扛着大刀 冷冷地讥笑道 顾元明紧握双拳 他眼中满是悔恨与不甘 只不过大错已经铸成 要想活命 他就只能任由天剑宗摆布 为了得到解药 为了自己活命 你竟然自私到背叛整个顾家 哈哈 我顾元红竟有如此不堪的地点 顾元明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我顾家人 因为你再也不配了 顾元红留下一行血泪 被亲兄弟背叛的感觉 顾元红 你都快要死了 还这般强硬 卫生手握大刀 面带杀鸡地向着顾元红走去 他今天的任务便是解决掉顾元红 然后罗云山这座灵脉 就彻底属于他逍遥谷了 第44章 联合杀来 生死存亡 保护家主 见卫生杀来 顾家二十几位执事长老 八千多名弟子 全部将顾元红挡在了身后 你们顾家儿郎 真是有情有义啊 卫生冷笑一声 你们上 当着顾元红的面屠杀这些蝼蚁 卫生对着身后的两位副谷主吩咐道 是 谷主 金旭为和颜浩正两位副谷主 带着剩下的四万多名逍遥谷弟子 冲杀出去 金旭为两人都是轮回进入门修为 而顾家这边二十多位执事长老 全部都是非生境 根本就不是对手 因此 金旭为和颜浩正在顾家弟子中 简直就是乱杀 哄 哼 扑吃 顾家二十多位执事长老 短短几分钟便死伤过半 并且八千多名弟子死的 只剩下不到五千名 鲜血汇聚成河 尸体残缺不全 惨叫声此起彼伏 但是顾家子弟始终没有退后半步 因为家主在他们身后 住手 都给我住手 顾元红心痛如刀脚 他不惜燃烧气血 召唤回大黄神枪再次杀出 蛟龙出海 顾元红口吐鲜血 他宁可留下不可逆的伤势 也要取下金旭为和颜浩正两人的性命 哄 顾元红纵然身受重伤 但此时权力一击 依旧不是金旭为和颜浩正 两人能够挡下 扑齿 两人惨叫一声 随后口吐鲜血到飞了出去 就在顾元红准备下杀手的时候 卫胜却手握大刀从天而降 这一刀汇聚他全部的功力 引来天地大势 并伴有一丝轮回之力 不好 大哥 远处的顾元明紧握双拳 但最终还是选择视而不见 他已经犯下大错 此生都无法弥补 要想得到解药 要想活下去 他就必须听天见宗的安排 他是懦弱的 无能的 他太怕死了 确实不配当顾家儿郎 哄 一刀落下 大地都在颤抖 顾元红虽然及时防御 但是身受重伤的他 哪里挡得住 扑 啊 顾元红的右手被斩落 整个人吐血飞出 气息为米 再没了一战之力 昔日威风凛凛的顾元红 此时却要死在我的手上 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卫胜得意的大笑 家主 仅剩的五千名顾家子弟 失声大喊 放心 你们今天都得死 顾元红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 他们死去 卫胜眼中闪过冰冷的沙芒 刷 紧接着 卫胜冲杀出去 大刀锁过之处 顾家弟子皆是化为血物 不 不要 卫胜 你不得好死 倒在地上的顾元红 想要爬起来 但却无能为力 与此同时 顾家 镇守浑石的长老 神色慌张地跑了出来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家主的守浑石 忽明忽暗 好像遇到了致命的危险 整个顾家位置轰动 大长老顾元红 赶紧组织队伍 准备前往罗云山支援 房间内 周一航慌忙跑来 主人 家 家主出事了 周一航扑倒在顾长哥身前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闻言 顾长哥的双眸猛然睁开 恐怖的魔气肆虐 房间内的空气瞬间凝至 好似下一秒就会炸开主人 家主的守浑石忽明忽暗 好像是遇到了致命的危险 周一航吞了吞口水 赶紧说道 顾长哥面色一黑 双眼变得血红 他知道顾家肯定中计了 只是这太巧了 偏偏赶在这个敏感时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件事背后绝对有三大势力 以及圣灵学院的参与 他们很有可能想要覆灭整个顾家 定 前往罗云山 击杀叛徒顾元明 奖励八千杀戮值 甘将墨爷提升至地气 前往罗云山 屠杀逍遥谷所有人 奖励一万三千杀戮值 神像镇玉境修炼至神像之力 就在这时 系统直接发布了两个任务 而且 奖励格外的丰厚 三叔 顾长哥面无表情的脸上 顿时浮现一抹杀鸡 阴森狂暴的魔气 如同来自九幽地狱的魔鬼 怪不得父亲会遇到危险 原来是顾家出了叛徒 只是这个叛徒 让顾长哥感到非常意外 竟然是三叔顾元明 小周 你守护好顾家 尤其是保护好小兰 若是小兰出事 你就不用来见我了 顾长哥猛地起身 他不敢犹豫 当即就准备前往罗云山 如果父亲出了什么事 那他这辈子都会寝食难安 是 主人 小周单膝跪地 眼中浮现一抹 视死如归的坚定 顾长哥调动全身所有魔力 并且施展魔浪断魂布 速度比之急隐大雕还要快了好几倍 幸好罗云山离顾家并不远 顾长哥以现在的速度赶过去 最多只要半个时辰 父亲 一定要撑撞 顾元明 逍遥谷 你们给我等着 顾长哥双目血红 魔气肆虐久消 如同化身为一头绝世狂魔 大长老顾元成 并不知道顾长哥赶去了罗云山 他召集了顾家所有精锐 包括顾安兰在内 准备立即杀去罗云山 轰隆隆 然而就在这时 顾家外的虚空直接破碎 一尊尊强者自破碎的虚空中走出 为首的乃是圣灵学院的两位副院长 其次是三大势力的领袖 还有沦为学院奴仆的薛红 六位轮回镜圆满大能 并且在他们身后 还有数十万名强者 修为竟然都在神葬镜里上 顾元成 你要去哪呀 穆伟明看着顾元成讥笑道 这一刻顾家所有人才知道他们重计了 家主顾元红被调虎离山 并且还不知为何身受重伤 顾家没有轮回进圆满的强者镇守 此时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 你们这些的所谓的名门正派 用如此卑鄙的手段 难道不感觉羞耻吗 顾元成计的老脸通红 但是他心里其实更怕 因为今天顾家很可能会走向灭亡 你们顾家与摩修脱不了关系 我们灭你顾家 难道不是名正言顺的为民除害吗 穆伟明却是冷笑道 你 顾元红气的脸色铁青 大长老 不用跟他们多言 毕竟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了 若有机会 还望大长老杀出去 救我父亲 顾安兰美眸冰冷 事已至此 他只有血拼到底 四年前 他们是为了大哥固长个儿来 这一次 他们则是为了自己 他觉醒了太阴神体 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 岂能让他活着 哼 安兰 我承认当初是学院看走了眼 但是 你离开学院以后再觉醒天赋 那就只有死了 穆伟明嘴角微微上扬 他伪君子的面孔被扯下 取而代之的是奸诈与邪恶 把他交给我 邓辰一步跨出 至尊谷的恐怖威力爆发 使得天穷都是破碎 虽然邓辰只有轮回进小城实力 但是凭借至尊谷 他足以对付轮回进大城的强者 邓辰看向顾安兰时 目光贪婪 他要将顾安兰 作为修炼的炉顶 你们这群无耻之徒 我顾家就算被杀尽 杀光 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如愿 顾家的好狼们 面对强敌 你们怕不怕 顾元成挡在了顾安兰身前 老眼之中浮现出狠力与坚定 不怕 就算流进最后一滴血 也要让他们知道 我顾家狼的血性 我顾家没有一个是脑肿 杀 杀 杀 顾家所有人同仇敌忾 虽然面临大敌 虽然有可能被覆灭 但他们依旧握紧武器 准备拼死一战 因为他们知道 就算束手投降 他们依旧会被无情屠杀 这群伪君子 怎么可能让他们顾家这个祸患存在 不自量力 给我杀光他们 一个不留 穆尾鸣冷哼一声 十万名强者闻声而动 恐怖的攻势爆发 杀气腾腾 天地好似在这一刻都要崩塌 第四十五章 这是真的吗 长哥 你 你竟然就是那位魔修大能 罗云山 灵脉前的空气已经成为了血红色 卫胜手握大刀 全身溅满了鲜血 在他身后 有着成百上千道残缺不全的尸体 或是被消去头颅 或是断了四肢 或是千疮百孔 露出森森白骨 然而卫胜连眼皮子都不曾眨一下 甚至嘴角还挂着一些得意的笑容 二十多位执事长老 全部被卫胜斩杀 仅剩的五千多名顾家子弟 也被斩杀殆尽 只剩下不到一百人 卫胜 我要你死 要你死 顾元红身形狼狈 眼角挂着一行血泪 双手死死地抓着地面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想生饮卫胜的血 活吞他的肉 顾家一共来了上万名弟子 然而却被逍遥骨 全部屠杀殆尽 仅仅是卫胜一人 便杀了不下六千名顾家弟子 哈哈 顾元红 你很愤怒是不是 但是有用吗 你还不是如同狗一样 瘫在地上 卫胜发出一声大笑 随后手中的大刀再次批出 哄 啊呀 一刀落下 恐怖的刀斩震碎虚空 当即就有十几名顾家弟子 化为血物 仅剩的七十多位顾家弟子 早已历劫 但却依旧视死如归地 挡在顾元红身前 走 你们走啊 顾元红紧咬牙齿 对着顾家弟子吼道 然而没有一个人后退 敢动我们家主 那就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 杀 七十多位顾家弟子 竟然冲杀出去 不自量力的狗东西 都给本谷主跪下 卫胜怒喝一声 体内的轮回镜 大成修为气息爆发 哄 啊啊 扑通 恐怖的威压笼罩天地 七十多位顾家弟子 遭受重创 双腿易软 全部跪倒在地 即便他们使出吃奶的力气 也丝毫动弹不得 呵呵 一个一个来 顾元红 你可要看好了 因为他们的下场 就是你的下场 卫胜眼中浮现一抹戏血 随后手中的大刀 开始快速劈出 哄 啊 大刀从天而降 一位顾家弟子 直接被劈成了两半 随后 七十多位顾家弟子 被一一分尸 哎呀呀 不要 不要 顾元红心痛如刀绞 此时他发出凶兽一般的咆哮 然而卫胜根本不曾停下 在他眼里 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罢了 血物横飞 尸体遍地都是 顾元红握紧拳头 任由指甲插入血肉 卫胜 你会遭到报应的 你不得好死 顾元红咬着牙 一字一顿地说道 报应 哈哈 在这仙玉 谁的拳头硬 谁就是道理 谁就是王道 何来报应一说 顾元红 你可以去死了 堂堂顾家家主 到最后竟然死在了本谷主的身上 哼哼 想想就很刺激 卫胜手握大刀 嘴角泛着一抹玩味 眼中浮现冰冷的杀意 卫胜 能否留他一命 一旁 顾元红双眼无神 此时声音低微地说道 畜生 收起你的怜悯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你的同胞们 他们都因为你而死 你根本不配生在顾家 顾元红如同凶兽般 紧盯着顾元红 如果能够重来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地 弄死顾元红 我 顾元红脸色暗淡无光 此时闭上了双眼 走走 顾元红 你看到了吧 一声要强的顾元红 根本不需要你的怜悯 卫胜笑着调侃道 随后 卫胜来到了顾元红身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顾元红 这样吧 你跪下求饶 本谷主便让你死得顺利一点如何 顾元红怒视着卫胜 将嘴里的鲜血 狠狠吐出 刚好落在了卫胜的衣服上 向你求饶 呵呵 你配吗 卫胜 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你等着吧 顾元红虽然不是魔鬼 但此时却比魔鬼还要可怕 他一点也不怕死 唯一放不下的便是顾家 他的三个孩子 还有前往中州的落影童 长哥 这辈子卫父没能保护好你 若有来生 卫父就算豁出这条命 也会将你护下 顾元红闭上了双眼 卫胜看着衣服上那坨鲜血 顿时怒火中烧 顾元红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竟然都不愿意向他下跪求饶 这让卫胜感到很失败 顾元红 你会死得很惨 我一定会让你体会到 卫胜举起大刀 他准备把顾元红紧剩的那只手臂 也砍下来 大刀从天而降 眼看就要落在顾元红的身上 刷 就在这时 数万里的虚空竟然瞬间炸裂 滔天魔气降临 一道愤怒的咆哮传来 如同地狱中的恶魔 老狗 若我父亲有事 我必将你碎尸万段 错骨扬灰 紧接着 原始真魔血脉爆发 真魔之威浩浩荡荡 笼罩了整个罗云山 这一刻 天地昏暗 日月无光 一头绝世凶魔幻化而出 那双如同大山般的血红沙眸 紧盯着卫生 在真魔之威面前 空气皆是凝滞 如同有着百万斤重压 卫生的大刀 硬生生地凝滞在了半空 即便他使出全身的力气 也无法动弹分毫 逍遥谷剩下的四万多名弟子 在这股魔威下瑟瑟发抖 竟然连腰板都直不起来 这是 长哥 顾元红原本紧闭的双眼 突然睁开 他一头黑发随风起舞 全身被魔气环绕 那双血红的眼睛 好似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 在他身后 幻化出一头绝世凶魔 天地万物在他面前都暗淡无光 长哥 真 真的是你吗 顾元红有些不敢确认 他还以为自己在死前出现了幻觉 顾长哥看向父亲 他的右臂竟然被砍断 全身千疮百孔 血肉模糊 白骨外露 顾家上万弟子全部被杀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鲜血的腥味 如果他再晚来那么一会儿 就连他的父亲都会成为卫胜的刀下亡魂 杀 杀 杀 都得死 你们都得死 顾长哥的双眼从血红化为漆黑 体内的原始真魔血脉彻底爆发 恐怖的魔威快要失控 他要让卫胜 让整个逍遥谷付出代价 他还要让叛徒顾元明生不如死 轰隆隆 这一刻 天穷直接破碎 大地均立而开 整个罗云山摇摇欲坠 扑通 哎呀 逍遥谷四万多名弟子 全部扑伏在地 在这股魔威面前 他们的骨骼一根根崩裂 全身溢出鲜血 死 顾长哥仰天怒吼 大荒圣体爆发 大荒圣威肆虐而出 轰轰轰 扑扑扑 爆炸声此起彼伏 逍遥谷四万多名弟子 全部化为血物 空气被染成了血红色 浓稠刺鼻的血物 让人想要作呜 顾 顾长哥 你 你竟然就是那头魔羞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你丹田破碎 神体被夺 又怎么可能踏入魔道 卫生面如土色 全身都在颤抖 在原始真魔之威 大荒圣威面前 他渺小的 竟然如同一只蝼蚁 顾家大公子顾长哥 竟然藏得那么深 四年前他无比耀眼 四年后他 同样让所有人为之仰望 长 长哥竟然就是 那位魔羞大能 这是真的 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怪不得当初魔羞大能 要救下小兰 原来他就是长哥 顾元红双眼放光 面色激动 他明白了 他一切都明白了 他的儿子 哪里是废物 分明是让四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 都闻风丧胆的恐怖存在 第四十六章 有些错 一辈子只能犯一次 恐怖的魔威 笼罩整个罗云山 浓稠的血雾 几乎遮蔽了 所有人的双眼 逍遥古四万多名弟子 包括两位副谷主在内 全部爆炸 成了血雾 连渣渣都不剩 长 长哥竟然就是那位魔羞 顾元红脸色苍白 冷汗直流 透过血雾 他好似看到了 顾长哥那双漆黑的沙眸 一头黑发随风舞动 全身散发着 原始真魔之威 以及大荒圣体之威 在魔际笼罩下 一头绝世大魔幻化而出 天地在他面前 竟然都黯然失色 顾家的废物大公子 不仅修复了丹田 而且还成为了一尊 拥有原始真魔精血的 魔修大能 普通 顾元红双腿发软 猛地跪倒在地 在他的双眼之中 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恐惧 大荒圣体 原来前些日子 剑谷里传来的圣体意向 是你引起 你杀了柳萍 夺回了神体 而且还净化成了圣体 这究竟怎么可能 卫圣不可置信地 望着顾长哥 眼中同样充满了恐惧 他逍遥谷剩下的 四万多名弟子 竟然在短短几秒中用 全部爆炸 成了血物 死了 都死了 今天简直就是逍遥谷的噩梦 如果知道 顾家有这么一尊 魔修大能的话 卫圣说什么也不会答应 天剑宗找顾家的麻烦 杀 杀 顾长哥体内的魔气 异常狂暴 他现在只剩下了杀念 一声怒喝落下 天地竟然都在轰鸣 随后 顾长哥一步跨出 大地瞬间军裂而开 恐怖的微压袭来 卫圣全身开始扭曲变形 骨骼竟然也一根根断裂 哎呀呀 住 住手 卫圣痛苦地大喊 在这股摩微面前 他堂堂轮回进大成修为 竟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恐怖 相当的恐怖 不 我不能死 卫圣紧咬牙齿 眼中浮现一抹很力 哄 卫圣的气血开始燃烧 随后力量大涨 他不惜透支生命 也要争取一线生机 霸刀绝 卫圣体内的修为气息猛然爆发 随后大刀快速斩出 灵力的刀芒 足足有着上百刀 死 顾长哥不避不闪 甚至连武学神通都没有施展 仅仅是凝聚一拳 而后和绝师大魔一起轰出 光 轰隆隆 这一拳落下 魔气肆虐天地 空间被直接轰碎 轰扑 上百刀斩 竟然连一点浪花都没能翻出 下一刻便被顾长哥这一拳所烟灭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卫圣双目元征 他燃烧气血 批出最强的武学神通 就算是轮回进圆满 都要全力接下 然而顾长哥只是轻描淡写地轰出一拳 便将所有刀斩烟灭 这简直太变态了 杀 顾长哥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 卫圣双目无神 彻底愣在了原地 滚 滚开 与顾长哥对视的瞬间 卫圣感觉自己好像身处十八层地狱 他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向着顾长哥看去 光 然而一刀落下 却发现顾长哥的身躯 如铜墙铁壁一般 根本撼动不了 什么 卫圣语气发颤 乃至于全身都在颤抖 杀 顾长哥直接抓住卫圣的两条手臂 而后用力一撕 扑 我 我的手 顾长哥 你 你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哎呀 卫圣的双手 竟然硬生生被顾长哥撕了下来 这血腥的一幕 吓得顾元明瑟瑟发抖 然而这还没完 顾长哥又将卫圣的双腿 猛然撕裂 吃了 扑扑 卫圣的两条腿 也被顾长哥撕裂 如今他只剩下头颅和身体 卫圣砍断了顾元红一条手臂 顾长哥定然要让他十倍 百倍奉还 杀 杀了我 求求你杀了我 卫圣全身疼痛难忍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死才是最好的归宿 然而顾长哥却根本不理会他 顾长哥右手成爪 向着卫圣的肚子猛然抓去 吃吃 哎呀 魔爪落下 卫圣的腹部出现一个血洞 随后 一团血淋淋的肠子被撕扯了出来 哎呀呀 不远处 顾元明吓得失声大叫 这般血腥残忍的手段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心底的恐惧 使得顾元明脸色铁青 然而一旁的顾元红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如果换作是他 那么他一定会这么做 因为这卫圣一个人 便杀了顾家六千多名弟子 让他死 简直是对他最大的仁慈 顾长哥的魔爪不断游走 卫圣的器官接连被挖出 到最后 卫圣已经喊得没有了力气 他面容痛苦 彻底感受到了 什么是人间炼狱 去死吧 顾长哥也失去了兴趣 握住卫圣的心脏 猛然用力 哄 扑 卫圣的心脏化为血污 卫圣直接连喳喳都不胜 叮 屠杀逍遥谷所有人 奖励一万三千杀戮职 神像镇玉境修炼至神像之力 系统的声音响起 顾长哥赶到自己的力量 再一次迎来了暴涨 神像镇玉境修炼到了神像之力 然而还不仅仅只是神像之力 而是十万神像之力 十万神像之力充斥全身 而后猛然爆发 轰 轰隆隆 一尊头顶天 双足立地的庞大神像浮现 整个罗云山瞬间化为了积粪 在这恐怖的神像之力面前 即便是轮回进圆满修为的顾元宏 都喘不过气 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顾元宏倒咽一口口水 心里充满了震惊 长哥究竟有多少秘密瞒着他 这些年 长哥忍辱负重 竟然藏得那么深 这得需要多么强大的星星啊 顾元宏在这一刻 越来越看不透自己的儿子了 叛徒 到你了 顾长哥转过身子 一双漆黑的沙眸紧盯着顾元明 便吓得瘫倒在地 这双沙眸 简直比地狱修罗 还要可怕百万被放 放过我 长哥 放过我 我错了 三叔错了 顾元明亲眼目睹了 魏盛被虐杀的全过程 此时 吓得贵倒在地 对着顾长哥磕头求饶 他最怕的便是死亡 为了活命 他不惜背叛自己的大哥 出卖整个家族 可是到头来 他还是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有些错 一辈子只能犯一次 你不配活着 杀 顾长哥体内的魔气爆发 绝世大魔 仰天咆哮 这一刻 天地变色 日月无光 顾元明 匍匐在这股魔威面前 如同一只带宰的羔羊 他的心里充满了无尽悔恨 但是一切都晚了 第47章 突破魔皇境大城 杀回顾家 顾长哥一步步向着顾元明走去 四周寂静无声 真落可闻 顾长哥的脚步声 此时便如同夺命终生 不 不要 顾元明冷汗直流 脑海中浮现出顾长哥 虐杀卫生的画面 血腥 残忍 使得顾元明这个轮回境的强者 都不寒而栗 大哥 救 救我 救救我大哥 我不想死 念在我们血脉相同的份上 求求你救救我吧 死亡的恐惧面前 顾元明不断地对着顾元红求饶 他知道 以顾长哥的心狠手辣 绝对不会放过他 如今能救他的 也只有大哥顾元红了 然而顾元红面色冰冷 一双老眼如同蛇蟹 你竟然还有脸向我求饶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我顾家上万狼全部因你而死 他们的尸骨还没有粮 你和他们流着相同的血 可是你干了什么 你把他们全部害死了 顾元红体内涌现出无边杀意 他并非心词手软之人 面对顾元明这种叛徒 即便是亲兄弟 他也依旧下得去手 长哥 别让他好过 否则未复没脸面对死去的上万子弟 顾元红狠狠一咬牙 老眼之中闪过两道冰冷的沙芒 闻言 顾元明的身体一软 眼中满是绝望 你最该万死 顾长哥漆黑的双眸紧盯着顾元明 父亲被他重伤 顾家上万狼因他而死 这样的叛徒 纵然死上千字万次也不为过 顾长哥魔爪探出 空间开始疯狂扭曲 沿途虚空即使发生爆炸 不 不要 排山掌 顾元明垂死挣扎 凝聚全身灵力猛地拍出一掌 不自量力 杀 顾长哥不避不闪 魔爪所过之处 一切公事灰飞烟灭 顾长哥如今身怀十万神像之力 即便只有魔皇进小城修为 也依旧可以碾压轮回进圆满 这顾元明不过是轮回进小城 在顾长哥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 公事被淹灭 恐怖的魔爪瞬间将顾元明笼罩 哎呀呀 恐怖的魔爪肆虐全身 顾元明全身血肉绽开 森森白骨外露 顾长哥一找探出 那一根根肋骨竟然被硬生生扯了出来 啊 顾元明面色争鸣痛苦 这种疼痛 简直比死还要难以承受 然而顾长哥丝毫没有手软 只见顾长哥的魔爪落在顾元明的脑袋上 随后微微用力 顾元明的脑袋瞬间变形 而后蓬的一声化为血污 顾元明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 然而脑袋便是化为粉碎 并且顾元明没有及时死去 这才是最痛苦的 顾元明残缺不全的尸体在地上抽搐 如今他连肠子都毁清了 如果能够重来一次的话 他绝对不会收下天剑宗赐予的那颗丹药 更不会背叛顾家 就算死了之后 他也没有脸去面对顾家的列祖列宗 死 顾长哥一拳轰出 恐怖的魔爪猛然爆发 顾元明的身体瞬间被波及 而后直接化为血污 定 击杀叛徒顾元明 获得八千杀戮值 甘将墨爷两柄魔剑进化至地气 宿主 顾长哥 体质 混沌剑体 大荒圣体 原始真魔血脉 魔道修为 魔皇境小城 突破至魔皇境大城需两万杀戮值 杀戮值 两万三千一百三十 系统的声音响起 两个杀戮任务顾长哥已经全部完成 哄 突然 甘将墨爷两柄魔剑飞出 天地在这一刻黯然失色 两柄魔剑晋升为地气 那恐怖的魔威如同两头绝世狂魔 轰隆隆 方圆数百里都被魔剑之威笼罩在内 这是地气 顾元红眉头一皱 一双瞳孔猛然皱缩 紧盯着天穷之上的两柄魔剑 地气极为稀有珍贵 整个青州也只有三柄 全部都在三大超级势力 至于他们这些一流势力 根本没有地气 然而 他的儿子顾长哥竟然拥有两柄地气 顾长哥拂袖一挥 两柄魔剑顿时飞回体内 弹将和墨爷晋升到地气之后 威力将会更加强大 如果此时的顾长哥手握两柄魔剑 完全可以碾压一切轮回境无修 无论是卫生 亦或是顾元明 都没有资格让顾长哥使出魔剑 系统 把修为提升至魔皇境大城 顾长哥当即命令到 如今 他拥有两万多杀戮值 已经足以突破了 哄 顾长哥 顾长哥丹田内的魔气暴涨 原始真魔血脉彻底爆发 魔威肆虐天穷 横扫四海八荒 咕噜 好恐怖的魔威 顾元红还没从震撼中走出 然而顾长哥便再次让他陷入了 震撼在这股魔威面前 顾元红竟然感觉自己渺小得如同一颗沙力 长哥现在的实力究竟有多恐怖 顾元红语气震撼得难难道 四年了 这四年顾长哥被所有人嘲笑 一声声废物 让顾长哥脸面尽失 然而世人不知道 那搅动青州风云的魔修大能 正是他儿子顾长哥 顾元红老眼湿润 这一刻 他比顾长哥还要高兴 呼 顾长哥呼出一口浊气 他的魔道修为 也稳固在了魔皇境大城 如今的他 足以碾压任何轮回境 就连半步生死境 他都有把握一战 是时候让三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出名了 顾长哥双眸之中 浮现出阴逸的杀鸡 这一刻 他等了很久很久 如今终于到来了 顾长哥收敛魔气 随后转过身子 向着顾元红走去 长哥 顾元红老眼湿润 此时嘴角挂着一抹欣慰的笑容 父亲 您会介意孩儿的魔修身份吗 顾长哥有些紧张地问道 毕竟在整个仙狱 各大势力都对魔修抱有成见和歧视 在世人眼里 魔修滥杀无辜 嗜血无情 活该被诛杀 傻孩子 为父怎么会介意呢 在这先遇强者为尊 无论是所谓的正道人士 亦或是魔修 再者是剑修 如修 他们不过是选择了不同的道 只要坚守本心 魔修又如何 比起那些明面一套 背地一套的伪君子 不知道要好了多少 顾元红拍了拍顾长哥的肩膀说道 闻言 顾长哥心中一暖 谢谢父亲 顾长哥笑着回道 顾元红点了点头 随后似是想到了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长哥 三大势力不惜不下此局 为的便是牵制住为父 为父担心 顾家会被三大势力围攻 毕竟他们此次的目标是小兰 闻言 顾长哥的脸色 也瞬间冰冷 和四年前一样 只不过 他们针对的目标换了 父亲 我们现在便回去 顾长哥施展魔浪断魂布 即便是带着顾元红 速度也丝毫不减 他必须尽快赶回顾家 顾家 此时战火纷飞 惨叫声不绝于耳 四大势力的十万强者疯狂杀戮 顾家弟子根本挡不住 一道道身影倒下 化作冰冷的尸体 原本三十万顾家儿郎 此时只剩下不到十万 呵呵 放弃无畏的反抗吧 你们的家主不出意外 已经死了 而你们很快便能和他团聚 副院长慕伟明冷声笑道 大长老顾元红 全身溅满了鲜血 此时冲杀在前 一双老眼如同猛虎 你 你们杀大哥 我跟你们拼了 顾元红愤怒咆哮 然而却被三名同等境界的强者围攻 很快便被死死碾压 噗 顾元红吐血倒退 但却始终没有倒下 就算死 他也要多拉几个垫背的 顾安纜手握利剑 每一剑落下 都有数千名敌人被斩杀 太阴神体之威不可小觑 顾安纜 放下你的剑 乖乖做本圣子的卢顶 那样 你会死得舒服一点 邓辰迎面走来 他的目标便是顾安纜 顾安纜的太阴之气 他一定要得到 你找死 顾安纜一双美眸冰冷 此时向着邓辰杀去 他不能倒下 因为大哥和二哥 还需要他保护 哄 突然 邓辰体内的修为气息爆发 轮回进小城 更有至尊骨的恐怖威力 噗 恐怖威压袭来 两人之间的修为差距太大 顾安纜直接吐血飞出 三小姐 顾家上下失声喊道 邓辰嘴角浮现一抹得意 眼眸之中满是火热的贪婪 本圣子想得到的女人 还从来没有得不到的说法 顾安纜好好享受这份快乐吧 哈哈 邓辰目光淫晦 他栖身而上 欲要行苟且之事 第四十八章 二公子竟是一名如修 这一家三子都是绝世妖孽 保护三小姐 顾家数百名弟子快速杀来 欲要将邓辰拦下 不自量力 邓辰双眸一寒 恐怖的威压横扫 扑扑扑 上百名顾家弟子 瞬间化为一道道血污 不 走 都走 顾安纜面色痛苦 但是他身受重伤 根本就不是邓辰的对手 可恶 你们这群杂碎 老夫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二长老顾元昌怒声咆哮 他手握大腹 独占两名轮回径小城修为的强者 然而却被死死碾压 全场修为最高的顾元成 顾元昌 皆是被牵制 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半空之中 穆伟明在内的轮回径 圆满大能还未出手 一旦他们出手 顾家便会迎来彻底性的毁灭 圣子 还望早点取下顾安兰的太阴之气 穆伟明对着邓辰催促道 一旦邓辰得到太阴之气后 他们便可以出手 将顾安兰在内的所有人击杀 邓辰点了点头 随后面带迎笑地来到了顾安兰身前 顾安兰 能做本圣子的女人 那是你三辈子修来的福气 邓辰淡一笑 随后拂袖一挥 顿时便有灵气屏障出现 将他和顾安兰与外界隔绝 畜生 你休想得逞 顾安兰美谋坚定 他宁可去死 也不愿被侮辱 只是可惜了 这具太阴神体 若是在修炼个十年 这区区邓辰又有和顾安兰体内的灵力开始躁动 竟然想要暴体而亡 想自杀吗 呵呵 很可惜 你办不到 邓辰一掌拍出 恐怖的威压落下 顾安兰如同被百万斤的大山压在身上 此时连动弹一下都难 哈哈哈哈 你是我的了 邓辰舔了舔嘴唇 当即就准备撕碎顾安兰的衣衫 畜生 你不得好死 哎呀 大长老和二长老 愤怒咆哮 若是顾安兰出了事 他们有何脸面去见大哥 找死 人群之中 周一航面色冰冷 双眸呈现紫金色 他的任务便是保护三小姐 如今他已瞅准时机 可以将那邓辰一击毙命 邓辰 若是我三妹有事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就在这时 一道雄厚的声音传来 引得天空雷霆滚滚 嗯 这是 无论是邓辰 亦或是半空之中的 慕伟明等人全部愣住了 仅仅一句话 便引来天地异想 这是何等手段 踏踏踏 一位身穿白衣的少年走出 一脸书眷气 但眉宇之间 却有一丝杀机 他便是二公子顾掌青 感受到三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杀来之后 顾掌青便下定决心突破修为 好在他赶上了 邓辰 你找死 顾掌青体内 有着浩然正气 冲天气 顿时天地昏暗 风起云涌 斩钉截铁 顾掌青双指探出 灵力的沙芒顿时落下 哄 咔嚓 邓辰所凝聚的灵力屏障 竟然直接破碎 什么 这 这是浩然正气 你 你是如宵 邓辰一双瞳孔猛然皱缩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那传说中的如宵 竟然出现在了清州 书呆子顾掌青 竟然是一名如宵 而且随便一指 便能破开邓辰的灵力屏障 只怕如到修为还不低 咕噜 二 二公子竟然是一名如宵 天哪 这 这是真的吗 大哥 你看到了吗 掌青他是一名如宵 我顾家本该大兴 奈何命运多舛 贝尔等小人针对 老夫不甘啊 顾家上下 全部都被震撼到了 大长老顾元成 老泪纵横 原本以顾长歌 顾掌青 顾安兰三人的天赋 绝对可以一路崛起 孝傲整个献狱 然而现在 却被三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围攻 顾掌青没有理会任何人 他身形一闪 当即出现在了顾安兰身前 三妹 让你受苦了 顾掌青有些心疼地说道 二哥 你 你是如宵 顾安兰同样大为震撼 他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二哥 竟然是一名如宵此事 稍后再说 顾掌青凝聚出一股柔和的灵力 将顾安兰包裹在内 随后向着后方飞去 邓辰 你可敢与我比试一番 顾掌青双手负在背后 一刨无风自动 一股无形的压迫感袭来 邓辰竟然感到一丝害怕 圣子 你退下 此人交给老夫 穆伟明一步踏出 轮回进圆满修为横扫 顿时便让顾家所有人匍匐在地 轮回进圆满修为的大能 终于还是出手了 顾掌青眉头一皱 他虽然如到修为突破了 但是面对轮回进圆满的大能 他依旧不是对手 若是在有几年时间 顾掌青便有把握 灭掉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 然后为顾家 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来得太快了 打乱了他的计划 因此顾掌青才不得已暴露如修身份 没想到小小一个顾家 竟然诞生出了三个妖念 一个是大荒神体 一个是太阴神体 如今又蹦出来一位如修 若是再等个几年 只怕我们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 都会阴沟里翻船吧 穆伟明面色忌惮地说道 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这一门三子 竟然都是绝世妖念 穆院长 此人本圣子会亲手拿下 便不劳你费心了 邓辰走了出来 他有属于自己的一份高傲 如果连同辈都不能战胜 那么他又岂能自称为天之骄子 圣子 此人如到修为诡异莫测 还是交由老夫来对付吧 穆伟明眉头一皱 担心地说道 是啊 圣子大人 此人诡异 必须尽快诛杀 薛红等人同样开口劝阻 顾家越来越让他们看不透了 正因为如此 顾家必须尽快图面 否则他们寝食难安 呵呵 邓辰 你这圣子当的可真不咋地 一点幸福力都没有 一个副院长看不起你也就罢了 现在连一个奴仆都认为 你不是我的对手 哈哈 真是有意思 顾长青故意刺激到 如果对付轮回近圆满的大能 他肯定不是对手 但是对付邓辰 他还是有自信的 你 本圣子会用实力告诉你 何谓真正的天之骄子 邓辰狠狠一咬牙 体内的修为气息猛然爆发 圣子 不可 住嘴 你区区一个奴仆 也敢管本圣子 活得不耐烦了吗 不等薛红说完 邓辰便是怒声骂道 文言 薛红老脸一红 最终还是咬牙染了下来 说到底 他不过是个奴仆罢了 副院长眉头一皱 这邓辰哪都好 就是太争强好胜了 胜负欲太强 迟早会害了他 见状 顾长青嘴角浮现一抹不着痕迹的笑容 他准备活捉邓辰 以此威胁圣灵学院 纵然不能保下整个顾家 也要为大哥和三妹 争取一线生机 第49章 碾压邓辰 偷袭 罢了 若是圣子不敌 老夫再迅速出手便是 木伟明老眼之中 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沙芒 虽然这样做很不道德 但是他绝对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邓辰出事 并且 顾长青也必须死 一味如修成长起来 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顾长青 你这些年 倒是藏得挺深 四年前没有机会和你大哥一战 如今击败你也一样 邓辰高高在上地说道 他要向所有人证明 他邓辰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天骄 至于顾长青 则会成为他的垫脚石 你没有资格与我大哥相提并论 若我大哥修为还在 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顾长青双眸一寒 体内的浩然正气猛然爆发 浩强的浩然正气 本圣子还是第一次对战如修 不过本圣子一定会赢 邓辰颇为自信地说道 哄 话刚落下 邓辰体内的修为气息便是爆发 轮回进小城 配合至尊谷 足以对付轮回进大城的强者 这邓辰确实有些天赋 二哥 注意安全 后方 顾安兰面色虚弱地说道 顾长青点了点头 眼中充斥着极致的杀意 他们顾家原本拥有三十万名子弟 但是现在 却只剩下不到五万人 而且各个身受重伤 全靠意志在支撑着 目光所及之处 皆是残缺不全的尸体 鲜血流淌 汇聚成河 用尸山血海来形容 再合适不过 这便是强者为尊 弱肉强食的世界 你们各个自诩为名门正派 但是却是人命如草剑 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顾长青双拳紧握 浩然正气化为一柄利剑 悬在天穷之上 邓辰 受死 顾长青怒喝一声 顿时天雷滚滚 浩然正气化作的利剑 向着邓辰轰去 轰隆隆 利剑速度极快 锁过之处 虚空皆是破碎 圣灵霹雳手 邓辰面色阴沉 至尊鼓被他催动 一股如同凶兽般狂暴的力量 横扫而出 痴痴 吭腔 两者交锋 轰响声不断 电光火石之间 二人难分难舍 只见天地昏暗 恐怖的攻势 几乎要毁灭九天十地 这两个小辈之间的战斗 却丝毫不弱于老一辈强者 好恐怖的浩然正气 顾长青莫非已经踏入了天命境 柳南杰一脸震撼地说道 如修一道 分为十二个境界 分别是修心境 修身境 忍者境 立命境 天命境 大儒境 亚圣境 圣人境天命境 便相当于五修的轮回境 儒道虚无缥缈 能够踏入儒道 已经非常难得 但是顾长青 竟然是一位天命境儒修 不到二十岁的天命境儒修 这简直就是儒道奇才啊 若是被中州那些儒道宗门得知 恐怕老祖宗都会从棺材里爬出来 抢着收顾长青为徒 此子绝对不能活着 穆伟明老眼一眯 暗中已经在调动灵力 若是顾长青走出青州 那么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为了已决后患 必须斩草除根 子虞 打架用砖呼 照脸呼 不易乱呼 顾长青施展纵地金光 身形突然出现 接着一掌拍出 天地齐名 邓辰用尽全力躲闪 但却依旧没有躲开 啪 扑 一掌落下 邓辰竟然直接倒飞了出去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的身法 为何如此玄妙 我不服 啪 然而邓辰话还没说完 顾长青又是一巴掌抽来 忽不死 再忽 顾长青双目一寒 哪里还有半分读书人的儒雅 阿波 邓辰根本来不及躲闪 整个人再次倒飞出去 死 这 这你跟我说是读书人 怪不得如刀那么难修炼 原来这么恐怖 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天命静和轮回静相同 而且邓辰还拥有至尊骨 但此时却被顾长青耍得团团转 你找死 被全面碾压的邓辰破口大骂 如同一条疯狗盘 逆天报 至尊骨发出璀璨光芒 天帝大势疯狂汇聚而来 只见邓辰一拳轰出 天帝瞬间昏暗 这一拳使得空间扭曲 虚空破碎 仿佛末日来临 顾长青被逼退 但却丝毫不拒 草木皆兵 顾长青一声令下 草木竟然化为一个个威武的金甲战士 他们手持长枪 布下天罗地网 将邓辰笼罩在内 都去死 邓辰愤怒无比 眼中不满了血丝 他每一拳轰出 便有成千上万个金甲战士被淹灭 天帝都在颤抖 然而草木金甲兵 却源源不断地冲出 仿佛无穷无尽 顾长青 你有种跟我一战 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手段 哎呀呀 本圣子要杀了你 邓辰心态已经爆炸 此时抓狂地怒吼道 顾长青嘴角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 他要的便是这个结果 以草木之术来消耗邓辰 等到他筋疲力竭之时 再发出致命一击 哎 已经败了 穆伟明摇了摇头 圣子的武道之路太过于顺利 几乎没有受错过 此次权当长的教训了 另一位副院长夏成泰说道 邓辰与草木之术 战斗了数千个回合之后 终于累得满头大汗 他催动至尊骨 颇为消耗灵力 然而这草木之术 却是无穷无尽一般 此消彼长下去 邓辰自然遭不住 就是现在 星火燎原 顾长青眼中陡然一寒 只见一道道渺小的火芒出现 但是没过多久 变化为滔天火海 邓辰 你败了 顾长青立于火海之中 随后猛然推出 无尽火海轰然落下 更有数百头火龙 向着邓辰视摇而去 你 为何能够这么强 邓辰的瞳孔猛然咒缩 他有些不敢置信 从战斗到现在 他甚至没有一拳 落在顾长青身上 顾长青犹如一条泥丘 滑得 让他根本就抓不到 不 本圣子乃是第一天骄 岂会落败 给我破 邓辰愤怒咆哮 拳头如同暴雨般回出 至尊骨的力量 汗天动地 若是正面交锋的话 顾长青讨不到半分好处 但是一番消耗下来 邓辰将会被死死碾压 哄 好吼 火海落下 火龙咆哮 扑吃 啊 本圣子不甘 邓辰终于支撑不住 口吐鲜血 面色不甘地怒吼道 胜了 二公子胜了 哈哈 二公子胜了 顾家上下齐声欢呼 即便摆在他们面前的 依旧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能够看到自家公子 碾压邓辰 他们依旧感到非常解气 非常的激动 就算死 也无憾了 同一时间 慕伟明出手了 轮回进圆满修为的大能 身形一闪 便化作千百道残影 无尽的沙芒 顿时笼罩了顾长青 空间扭曲 顾长青被直接封锁 顾长青这一刻 才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他万万没有想到 慕伟明这个老狗 竟然如此无耻 竟然在他和邓辰决战的时候偷袭 不好 你个卑鄙无耻的狗东西 二个 顾家上下全部尸声喊道 顾安兰紧咬牙齿 想要冲出去阻止慕伟明 但是一切都太突然了 根本来不及 若是被一击命中 顾长青九死一生 轮回进圆满大能的权力一击 而且还是在顾长青 完全没有防御的情况下 这即便是半步生死境的大能 都难以结下 第五十章 南逃灭门之灾 顾长青 你太妖念了 所以不该活着 无尽的沙芒之中 传来了慕伟明英狠 毒辣的声音 又是这句话 四年前 他们便是因为顾长哥的天赋 太过于妖念 因此才联合杀来 如今顾安兰 顾长青两人斩露头角 他们同样不惜一切手段 想要斩杀他们 就是见不得顾家好 不 为什么 究竟是为什么 上天为什么要这般对我顾家 我顾家明明可以崛起 但为什么要遭受这等艰难险阻啊 大长老顾元成 泪流满面 一双老眼之中满是绝望 大哥的三个孩子 明明都这般有出息 但却身不逢时 被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处处针对 如今大哥生死不知 难道刚刚展露头角的二公子 也要命丧皇权吗 他恨自己 为什么那么弱 要是再强大一些 他就能给顾家小辈 一个舒适的成长环境了 呵呵 顾家还想翻身 痴心妄想 顾长青 去下面陪你父亲吧 慕伟明的身影 如同鬼魅般出现 无尽的沙芒 将顾长青所在的空间牢牢封锁 顾长青根本来不及反应 哄 慕伟明一掌拍出 天地在这一刻陡然变色 轮回进圆满大能的一掌 足以将顾长青拍得粉身碎骨 邓辰蓬头垢面 嘴角还残留着血迹 虽然他不想慕伟明插手 但是仅凭他的力量 确实不是顾长青的对手 你死后 我会把愤怒好好发泄在你妹妹身上的 邓辰眼中浮现一抹狠力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顾长青在劫难逃的时候 眼眸呈现紫金色全身磨气滚滚 顾长德的修为提升到魔皇镜大城以后 周一行的魔道修为也随之提升 来到了魔皇镜小城 原本他早就想要出手的 但是顾长青先走了出来 所以他便作罢 如今慕伟明暗中下杀手 周一行便趁机出手 欲要挡下这一击 魔神掌 原始真魔血脉爆发 魔气滔天 一尊绝世大魔浮现出 此经神盲射出 慕伟明全身上下的缺陷都暴露了出来 同样是一掌 但却有着无上魔威 光 突然起来的变故 让所有人都梦了 只见两道掌势相撞 爆发出毁天灭地的余威 这 你是那头魔修 原始真魔血脉 果然是你 顾家何时有你这好人物 慕伟明竟然在这股魔威面前 倒退了两三步 此时他面色惊讶 那暗中的魔修终于被逼出来了 只是这魔修并非顾家人 踏踏踏 扛下慕伟明这一掌之后 周一行身形暴退 脸色浮现了一抹苍白 他不像顾长哥那般拥有双胜体 肉身力量也没有那么变态 根本不是轮回进圆满大能的对手 刚才那一击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小周 顾长青脱离危险之后 一脸震撼地望着周一行 他大哥随手收下的仆人 竟然是一尊魔修 难道屠杀四大势力 添交的那尊魔修 就是周一行 小周是那位魔修大能 当初在山脉救下我的 就是他 顾安兰也愣住了 显然没有想到周一行便是那位魔修 令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闻风丧胆的魔修 竟然只是顾长哥的仆人 好啊 顾家果然在暗地里勾结魔修 昔日 你已融成我儿的模样 屠杀三大势力和学院的天骄弟子 害得我天涯阁惨遭灭门 今日老夫便来为天涯阁所有人出一口恶气 薛红面色猙獰 勃然大怒 当即飞了出去 哄 轮回进圆满修为气息爆发 断浪龙印 薛红体内的灵力汇聚 而后龙印形成 猛地轰出 好吼 神龙咆哮 欲要将周一航吞没 周一航面无表情 紫禁双眸之中 犯着坚定 他的任务便是保护顾家 保护三小姐 除非他生死盗销 否则谁也别想动顾家 吃吃 紫禁双眸绽放光彩 周一航很快便找出了薛红的缺陷 魔浪断魂布 道道残影浮现 魔器冲天起 魔器沙芒不断落下 更有绝世大魔一掌拍出 光 扑 这一掌落下 瘾灭 然而周一航也被余微波及 整个人吐血飞出 什么 你 你区区魔皇镜修为 竟然把老夫的龙印摧毁了 薛红眉头一皱 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魔皇镜紧紧底肩非生镜 而薛红可是轮回镜圆满的大能 比之非生镜要高了一个大境界 但是面前的这尊魔修 却好似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陷 从而以四两拔千斤之势 将他的龙印烟灭 紫禁魔童天生的魔修 他绝对不能活着 杀了他 木伟明四世想到了什么 此时一脸激动地说道 闻言 薛红也被吓了一跳 紫禁魔童 传说中的紫禁魔童竟然真的存在 死 薛红栖身而上 又要给周一航致命一击 星火燎原 顾掌清双手结印 口吐真言 顿时万千火芒落下 而后化为无尽火海 见状 周一航狠狠一咬牙 忍着剧痛再次拍出一掌 魔神掌 这一掌配合无尽火海 竟然有着朱砂轮回镜圆满大能的威力 什么 薛红眉头紧皱 在这无尽火海之中 他竟然都感觉到一丝无力感 然而 魔神掌眼看就要袭来 是时候结束了 逆天报 木伟明再次出手 一拳轰出 天地神力爆发 直接便将火海湮灭就是现在 去死吧 断浪龙印 见状 薛红再次凝聚出龙印 随后猛地轰出 光 扑扑 两名轮回镜圆满大能同时出手 顾掌轻和周一航根本就不是对手 此时遭受重击 吐血飞出 轰隆隆 沿途撞毁了一排排建筑 而后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二哥 二公子 终究还是不敌吗 我顾家 难道真要被灭门了吗 顾家上下 全部面色绝望 即便二公子和周一航半路杀出 依旧不能解决顾家的危机 第五十一章 若有来生 小兰绝对不会再让大哥受欺负了 血泊之中 顾掌轻和周一航 皆是气息奄奄 他们已经没了一战之力 他们一个是如修 一个是魔修 两人在彼此的道里面 都是万古无一的天才 但是修炼时间太短 终究不是轮回进圆满大能的对手 薛红 他们的命交给你了 穆伟明面带杀气地吩咐道 文言 薛红面色大喜 多谢穆院长 老奴定然不会让他们好过 薛红眼中浮现一抹阴逸的狠力 这一天 他终于等到了 他要亲手洗刷天涯阁的耻辱 他要为自己的儿子 为整个天涯阁报仇血恨 刷 薛红身形一闪 直接来到了顾长青和周一航身前 哄 恐怖的威压落下 顾长青和周一航 两人皆是面色痛苦 光 紧接着 薛红双脚落下 刚好踩在两人的胸口 啊 不吃 恐怖的力道落下 两人骨骼断裂 再次吐出鲜血 气息已经非常萎靡 二哥 顾安兰紧握手中的利剑 拖着重伤之躯 又要杀出去 顾安兰 你要去哪呀 然而邓辰却一脸坏笑地 将他拦了下来 乖乖当本圣子的玩物吧 只要夺得太阴之气 本圣子的修为便会突飞猛进 届时 那顾长青也要败在本圣子的手上 邓辰双眸一寒 至尊骨的恐怖威力爆发 顾安兰顿时感到百万斤的距离落在身上 啊 顾安兰本就有伤在身 此时直接匍匐在地 邓辰 你个畜生 我要杀了你 顾长青紧咬牙齿 此时怒声喊道 他真恨自己 没能杀了邓辰 呵呵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杀本圣子 刚才如果不是本圣子大义的话 你又岂能占据上风 邓辰双眸微眯 眼中满是不屑他 才不会承认自己是顾长青的手下败将呢 薛红 先别杀死他们 本圣子要让他们看着顾安兰 被我羞辱致死的全过程 哈哈 顾长青 你刚才不是很威风吗 看好了 你带给本圣子的耻辱 本圣子会百倍 用在你妹妹的身上 哈哈 邓辰目光淫晦地说道 你 邓辰 你不得好死 顾长青留下一行血泪 他此时如同一头凶兽般 愤怒咆哮 周一航同样勃然大怒 恐怖的魔气爆发 绝世大魔再次汇聚 不自量力 薛红老眼一眯 而后猛然用力 轮回进圆满的恐怖威压爆发 轰隆 扑扑 顾长青和周一航本就是垂死挣扎 此时再次遭受重创 全身力量皆是散尽 邓辰嘴角微微上扬 他要的便是这个效果 刚才的耻辱 他要让顾长青百倍奉还 他邓辰何等身份 圣灵学院高高在上的圣子 岂能被一个刚刚斩露头角的如羞压过风头 穆伟明和夏成泰两位副院长 皆是摇了摇头 邓辰圣复兴实在是太重了 其实 无论是顾安兰 亦或是顾长青 在天赋和道心上都完胜邓辰 只可惜 他们不是学院的弟子 对于这样的妖孽 不能为所用 便只能击杀了 顾安兰 好好享受吧 本圣子会让你舒舒服服地死去 哈哈 邓辰栖身而上 欲要撕扯顾安兰的衣衫 吃了 啊呀 滚 滚开 顾安兰的衣裙被扯掉一块 肌肤如血 引得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强者为观 顾安兰的美色在整个青州都能排进前三 此等美人 谁不想一赌为快呢 顾安兰如同受到惊吓的兔子般全身颤抖 此时捂着自己的身体 发出一声声惨叫 畜生 老夫要你死 大长老顾元成 二长老顾元昌 以及顾家仅剩的六万名弟子 全部愤怒杀来 给本圣子拦下他们 邓辰冷哼一声 对着身后的强者吩咐道 轰隆隆 这一刻 柳南杰 潘明龙两位轮回近大能率先杀出 十万强者紧随其后 空间开始扭曲变形 随后恐怖的攻势爆发 虚空未知破碎 哎呀呀 扑痴 惨叫声不绝于耳 顾家六万子弟一个个倒下 尸体残缺不全 血雾弥漫 天空都染成了血红色 顾元成 你还是老老实实看着吧 哄 柳南杰一掌拍出 顾元成当即被掀翻在地 随后 柳南杰一脚落下 狠狠地踩在了顾元成的脸上 二长老顾元昌 同样被潘明龙制服 只能看着顾家弟子被无情屠杀 顾安兰 你很快便能体会到 愈生愈死的感觉了 邓辰舔了舔嘴唇 他继续扯下顾安兰的衣衫 吃了 啊 滚 滚啊 邓辰 你 你不得好死 顾安兰双眼湿润 他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女孩 哪里受过这等惊吓 他的所有坚强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你们这群畜生 老夫跟你们拼了 哄 就在这时 大长老顾元成体内的灵力被引燃 而后猛然爆炸 轰扑 轮回进大城强者自爆 恐怖的威力 使得柳南杰吐血飞出 大长老 顾家上下痛哭流涕 大长老竟然选择自爆了 嗨嗨 狗东显 本公主就该提前杀了你 柳南杰自废墟中爬了起来 嘴角残留着血迹 此时狼狈地骂道 什么 邓辰愣了一下 他显然没有想到 顾家大长老竟然会这般刚强 哄 就在下一秒 二长老顾元成也选择了自爆 有了柳南杰的教训之后 潘明龙早就做好了准备 但依旧被轰飞了出去 二长老 顾家二长老也自爆了 他们不忍心看着三小姐被侮辱 因此死之前 也要让对方脱一层皮 哎呀呀 顾家二郎们 给我杀 狠狠地杀 顾家仅剩的三万多名弟子 全部红了眼 此时以身体作为武器 和敌人同归于尽 真是悲壮啊 但依旧无法改变 顾家被灭的结局 邓辰咧嘴一笑 而后赢晦的目光 再次落在顾安兰的身上 顾安兰早已绝望 此时他用尽全身力量 冲破威压 太阴神体绽放无尽神盲 不好 休想 邓辰眉头一皱 他使出全身力量 想要阻止 但是来不及了 顾安兰在刚才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大哥 小兰无法保护你了 若有来生 小兰绝对不会再让大哥受欺负了 顾安兰看向大哥 顾长哥所在的房间 含泪说道 第五十二章 黑暗降临 血魔图天 一 轰隆隆 突然 远处传来一阵惊天轰响声 好 紧接着 一声愤怒的龙笑 响彻九天十地 轰隆 在这古龙威面前 虚空开始快速崩塌破碎 一股恐怖的兽威 笼罩整个天穹 这 这是 九幽魔骄 而且 还有一丝真龙之威 八级圆满的九幽魔骄 身怀一丝真龙之威 这今后有望成长为一头真龙啊 穆伟明 薛红 柳南杰 包括邓辰在内的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 他们向着天穹之上的那头庞然大雾望去 一头九幽魔骄 全身燃烧着紫幽火焰 在那强悍的肉身之上 竟然有着一片片耀眼的龙灵 这是一头变异的九幽魔骄 不对 你 你们快看 九幽魔骄身上有人 嗯 那 那是顾长哥 还有顾元红 怎么回事 顾元红竟然没死 这头九幽魔骄 难道是顾家的灵宠 所有人都梦了 此时眉头紧皱 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顾家只剩下不到两万人 当他们看到家主 看到大公子的时候 热泪顿时流淌了下来 家主 是家主 家主没有死 家主回来了 顾家弟子跪倒在地 泪流满面 三十多万顾家子弟 死的只剩下不到两万名 大长老 二长老全部自爆 二公子被重伤 三小姐被羞辱 顾家上下 全部憋着一股怒火 然而 仅凭他们的实力 根本不是三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的对手 元昌 元昌 你们 顾元红四是感受到了什么 心口隐隐作疼 而顾家死伤惨重 竟然只剩下不到两万子弟 顾长哥目光望去 二弟和周一行 被薛红狠狠地踩在脚下 此时奄奄一息 三妹衣衫褴褴 肌肤外露 眼中满是绝望 邓辰眼中的淫秽还未散去 手中还残留着顾安兰破碎的衣衫 死 你们都该死 顾长哥的双眼瞬间黑了下来 他从未如此愤怒过 下方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他的亲人死得死 伤得伤 四年前那血腥的一幕再次重现 并且 这一次比这四年前还要悲惨 呵呵 以为带了一头九幽魔胶回来 便能改变局势了吗 顾元红 你如今身受重伤 若是不回来 兴许还能逃得一命 但是现在 你只有死了 穆伟明嘴角微微上扬 老眼之中闪过一抹阴逆的沙芒 虽然这头九幽魔胶非常不俗 但是在他们这些轮回镜圆满的大能面前 依旧不够看 穆伟明一道眼神落下 顿时便有三十多位轮回镜大成的强者掠出 将九幽魔胶团团包围 大哥 父亲 看不到父亲和大哥了 但很快 顾安兰便是摇头说道 父亲 大哥 你们走 你们快走啊 顾安兰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考虑别人 哼 你已经错过了自杀的最好时机 现在的你想自杀都办不到 邓辰嘴角浮现一抹邪笑 刚才如果顾安兰选择直接自杀 那么邓辰也无法阻止 但是顾安兰犹豫了 现在一切都由不得顾安兰了 哄 至尊骨的狂暴力量爆发 恐怖的威压瞬间落在了顾安兰的身上 哄 顾安兰面如土色 再次吐出鲜血 他因神体光泽暗淡 此时再难发挥作用 顾长哥 你来得正好 本圣子便要你亲眼看着自己亲妹妹 被我玩弄的全过程 哈哈 邓辰仰天大笑 这对他来说好像更加的刺激 杀 杀 吼 这一刻 原始真魔之威爆发 恐怖的魔威肆虐而出 原本晴朗的天空 竟然在寝刻间黑暗无光 死 这 这是原始真魔之威 怎么可能 为什么又出现一头魔修 顾长哥丹田不是破碎了吗 他是如何踏入魔道的 而且他的魔道力量 比刚才那个魔修要恐怖 不知道多少倍 所有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在这股魔威面前 即便是慕伟明 夏成泰 柳南杰等轮回进圆满的大能 都感觉无比的恐怖 他们好似一个蝼蚁 仰望着一位绝世大能 都去死 顾长哥仰天咆哮 一头血色大魔 笼罩九天十地 血色大魔挥舞着爪牙 顿时恐怖的魔威横扫而出 天地在这一刻开始颤抖 好似要崩碎一般 轰轰轰 扑扑扑扑 三十多位轮回进大城的强者 竟然在一息之间 便被全部秒杀 甚至连一句惨叫都没有发出 在这股滔天魔威面前 他们渺小的 连蝼蚁都算不上 血雾横飞 心红刺鼻 所有人都被吓傻了 咕噜 发 发生了什么 死 死了 三十多位轮回进大城的强者 都死了 仅仅是一息之间 天啊 顾长哥的实力 究竟有多么恐怖 好 好恐怖 这世间竟有如此恐怖的魔修 三大势力 圣灵学院的强者 都被吓得面色苍白 顾长哥 才是那头绝世魔修 刚才那头魔修 不过是他的魔奴罢了 死 你们都得死 顾长哥一心只剩下了杀念 弹将和墨爷两柄魔剑飞出 地气之威 魔剑之凶 肆虐天地 独断万古 地 地气 还 还是两柄绝世凶器 天哪 顾长哥这些年 究竟隐藏得有多深 魔剑之威笼罩天地 所有人都感觉喘气困难 那头血色大魔手握两柄魔剑 施展魔浪断魂布 恐怖的沙芒 横扫而出 刷 扑扑扑 成千上百道残影浮现 凡是顾长哥所过之处 无论是非生境的强者 亦或是轮回境的大能 全部化为冰冷的尸体 或者化为星红的血物 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屠杀 顾长哥不准备放过任何一个人 他们都该死 第五十三章 黑暗降临 血魔涂天 二 哄 突然 滔天魔威竟然毫无征兆地 落在了邓辰周身 咔嚓 邓辰所在的空间快速扭曲 而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破碎 扑 邓辰毫无还手之力 面色瞬间煞白 喉间一甜 口吐鲜血 与此同时 邓辰全身骨骼也随之破碎 刷 顾长哥的身影 如同鬼魅一般出现 不好 保护圣子 穆伟明 夏成泰 两位副院长 双眼猛的远征 他们没想到 顾长哥竟然朝着邓辰杀去了 主要还是顾长哥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他们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刷刷 穆伟明和夏成泰 两人洞穿虚空 欲要阻拦顾长哥 滚 顾长哥如同凶兽一般仰天咆哮 这一刻 混沌剑体 大荒圣体猛然爆发 混沌剑气肆虐久消 天穷快速崩塌 大荒圣威浩浩荡荡 如同穿越万古而来 哄 阿波 穆伟明和夏成泰 两人的攻势瞬间被湮灭 下一刻口吐鲜血 被震飞了出去 什么 穆 穆院长和夏院长 竟然被直接轰飞了 天啊 这 这怎么可能 混沌剑体 大荒圣体 双圣体 这世间真有如此变态的妖孽吗 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强者 全部都如同实话 眼前发生的一幕 让他们感到如梦似幻 这简直不可能啊 大荒圣体 你 就是你杀了我 柳南杰面色猙獰 全身都在发抖 那个杀了他儿子的魔修 正是顾长歌 薛红同样面带杀气地 看着顾长歌 如今真相已经大白 顾长歌便是那尊绝世魔修 秘境之中 必然是顾长歌 一融成了薛广天 然后屠入三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的天骄弟子 最后栽赃陷害给了天涯阁 导致天涯阁被灭 原来他们从头至尾 都被顾长歌耍得团团转 虽然他们很愤怒 但是现在的顾长歌 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对付的了 就连两位副院长同时出手 都被顾长歌的圣体之威给震飞 只怕半步生死进不出 顾长歌便是无敌 死 都去死 顾长歌勃然大怒 手中的两柄魔剑 被他猛地斩出 干将和墨爷从天而降 血色魔气笼罩天穷 独断万古 不 不 无奈学院圣子 顾长歌 你 你不能杀我 逆天报 邓辰感觉头皮发麻 他急忙催动至尊骨 使出浑身解数 想要挡下顾长歌这一击 光 轰扑 然而双剑落下 邓辰当即口吐鲜血 五脏六腑皆是遭到重创 扑通 邓辰双腿一软 直接跪倒在了顾长歌的身前 至尊骨的力量充斥在双手之间 用以抵挡两柄魔剑的威力 你挡得住吗 死 顾长歌微微用力 随后两柄魔剑再次轰下 光 扑扑 双剑落下 魔气浩荡 仿佛世间一切 在两柄魔剑面前都不值一提 哎呀呀 邓辰发出最为凄惨的叫声 他的身体被两柄魔剑一分为三 原本有着至尊骨的狂暴力量 邓辰的肉身 足以比肩轮回镜圆满大能 但是在顾长歌这两柄魔剑之下 竟然丝毫不堪一击 死 圣 圣子 穆伟明和夏成泰 瞳孔猛然皱缩 吓得倒吸一口凉气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他们不应该轻而易举 便灭掉顾家吗 然而 先是半路杀出一个顾长青 再是周一航 如今又杀出一位绝世魔修顾长歌 战局瞬间便被扭转 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人心惶惶 在顾长歌面前 他们好似宇宙中的一粒沙尘 杀 杀 杀 顾长歌双眼血红 手中的两柄魔剑不断落下 如同剁线子一般 邓辰的血肉 骨骼 肠子 全部黏糊在了一起 顾长歌全身溅满了鲜血 但是他的双剑 却根本不曾停下 感动顾安兰 这邓辰就算死上千次 万次也不为过 顾安兰眉头微皱 看着眼前血腥的一幕 他胃里有些不适 但是顾安兰知道 如果今天大哥没有出现 那么他的遭遇只会更惨 弱弱强食的世界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 顾安兰知道 大哥之所以这般愤怒 全部都是为了给他出气 大哥 顾安兰鼻尖发酸 美眸湿润 四年前便是大哥挺身而出 将他救了出来 四年后 依旧是大哥愤怒杀来 将他救下 无论是练武 亦或是修魔 大哥从未改变 一直都是他最大的依靠 魔头 你 你住手 沐伟明愤怒咆哮 但却不敢贸然再出手 因为这顾长歌的实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 混沌剑体 大荒圣体 两柄地气魔剑 随便一样拿出来 都足以轰动整个青州 果然 天才始终都是天才 即便跌落神坛 也能重新爬起来 此时的顾长歌 再次让所有人仰望 大公子 顾家上下 全部激动地泪流满面 那个耀眼的大公子 又回来了 他们顾家的仇恨 大公子会帮他们一一清算 约莫十几分钟之后 邓辰已经化为了一团肉泥 此时和泥土掺和在一起 实在是惨不忍睹 顾长歌身上的杀气 丝毫不减 照顾好小兰 顾长歌转身 毫无感情地吩咐道 是 大公子 顾家走出几位弟子 赶紧拿出衣衫 披在了顾安兰身上 顾长歌冰冷漆黑的目光 扫过柳南杰 扫过潘明龙 所有人被顾长歌看上一眼 心里都会感到无比恐怖 乃至后背都被冷汗所打失 顾长歌不仅实力强大 而且手段还极其残忍 简直就是炼狱魔鬼 地狱修罗 若是落在顾长歌的手上 他们绝对会生不如死 心底的恐惧 促使他们不断后退 跑 快跑 这是一头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跑 快跑啊 全部下的面色苍白 而后不约而同的掉头逃窜 你 你们都给本院长停下 滚回来 都滚回来 任凭两位副院长如何咆哮 十万强者都不理会 如今逃命最重要 那顾长歌实在是太恐怖了 死 都得死 顾长歌的目光猛然看向他们 哄 原始真魔之威再次爆发 顾长歌立于天穷之上 陶天魔威震压下 方圆数百里的空间开始扭曲 停滞 所有人都停滞了下来 随后身体开始扭曲变形 十股的疼痛传来 让他们生不如死 顾长歌要把他们全部斩尽杀绝 一个都不留 第五十四章 黑暗降临 血魔涂天 三 啊 十万强者在这恐怖的魔威面前 发出凄惨的叫声 随后 他们的身形自高空坠落 狠狠地砸在了地面 轰隆 轰隆隆 今天轰响声传来 十万强者匍匐在地 竟然连头都抬不起来 即便是木伟鸣 夏成泰等轮回进圆满的大能 此时都感到一股莫大的压力 死 顾长歌手握两柄魔剑 双目漆黑 声音冰冷地喝道 这一刻 天地开始震荡 恐怖的混沌剑气 大荒圣威 原始真魔之威彻底爆发 轰轰轰 扑扑扑扑 啊 爆炸声此起彼伏 足足持续了十几分钟 血雾横飞 染红了整片天穷 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弟子面带绝望 他们想要反抗 但是却根本做不到 因此只能眼睁睁等死 今天是他们的噩梦 也是他们的死气 顾家刚才有多绝望 此时他们便有多么绝望 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屠杀 杀一是为罪 图万事为雄 顾长歌要以魔道之力 埋葬一切来犯之地 最后 十万强者全部被图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血流成河 让人惨不忍睹 顾长歌立于血雾之中 连眼皮子都不曾眨一下 这群人都该死 咕噜 死了 都死了 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 整整十万强者 都被这魔头屠杀了 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 从此必将走下坡路 穆伟明等人目光呆滞 内心第一次感到恐惧 面对一尊血色大魔 他们很难不害怕 顾家剩下的不到两万名子弟 此时激动的泪水横流 大公子顾长歌给顾家死去的儿郎报仇了 顾长歌怒杀十万强者 让他们给顾家死去的儿郎陪葬 这些年的耻辱 顾长歌替他们一一洗刷了 刷刷 顾长歌身形一闪 下一秒直接出现在了薛红身前 什么 薛红双眼圆睁 一双瞳孔猛然皱缩 他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成为顾长歌的下一个目标 薛红脚下 奄奄一息的顾长青和周一航 睁开沉重的双眼 大哥 主人 顾长青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但是感受到大哥身上的那股狂暴的魔气时 他一下就反应了过来 原来自己大哥才是那尊魔修大能 当初在边境天风城 应该就是大哥和周一航两人去灭了黑山帮 他对大哥隐藏了自己的如修身份 而大哥也对他隐藏了魔修的身份 死 顾长歌面色愤怒 手中的魔剑再次高高举起 轰隆隆 天地大势汇聚而来 无边的魔气肆虐四海八荒 这一刻天地仿佛陷入了永恒的黑暗 不 断浪龙印 薛红面色恐惧 他不敢犹豫 当即使出最强的神通 龙印轰出 有着愤怒的龙笑声发出 光 然而两柄魔剑落下 顿时便有恐怖的魔威爆发 轰扑 仅仅是片刻时间 龙印竟然直接被轰穿 随后更是被湮灭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 你明明只是魔皇进大城 啊 薛红话还没说完 两柄魔剑便落在了他的身上 地气之威涌现 沙芒横生 薛红直接被一分为 即便是轮回镜圆满肉身 也丝毫不堪一击 然而顾长歌并未停下 手中的魔剑依旧不断挥出 吃吃 恐怖的魔器杀芒 肆虐九天十地 薛红残缺不全的尸体 被剑芒横扫 很快变化为肉泥 死 薛红也死了 快 一起出手镇压此魔头 穆伟明和夏成泰 见局势不妙 于是赶紧大喝道 若是让顾长歌逐个击破 那么他们必死无疑 顾长歌的魔道力量 太过于变态了 简直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好 一起出手 杀 顾长歌 我要为皮儿报仇 无几掌 柳南杰面色暴怒 他手当其冲 一掌拍出虚空 结实震碎 万丈赢 赤鱼斩 圣灵霹雳手 逆天报 四位轮回镜圆满大能联手 并且各自施展最强神通 向着顾长歌轰杀而去 轰隆隆 天地都在颤抖 大地瞬间军裂 恐怖的威压如同天法一般 四位轮回镜圆满大能同时出手 即便是一位半步生死镜的大能 都难以挡下 大哥 小心 顾长轻忍着剧痛 紧咬牙齿说道 然而顾长歌却丝毫不拒 他冷冷地转过身子 漆黑的双眼之中 射出两道冰冷的沙芒 有着屁腻四海八荒之威 哄 原始真魔血脉彻底爆发 真魔之威重现于世 血色大魔张牙舞爪 欲要涂露整个诛天 好 紧接着 顾长歌催动神像镇玉镜 一头顶天立地的神像 汇聚而出 十万神像之力 充斥在顾长歌的体内 使得顾长歌的肉身 发出霹雳哗啦的声响 狂暴到快要失控的力量 被顾长歌灌输到两柄魔剑之中 嗡嗡 两柄魔剑绽放出刺眼的光芒 魔气浩荡 席卷天地万物 所有人眼前一黑 仿佛置身于无边的黑暗之中 好 好恐怖的力量 这究竟是什么神通手段 柳南杰 穆伟明等人后背发凉 他们心生恐惧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此时除了硬着头皮杀出去以外 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死 你们都该死 顾长歌怒声咆哮 血色大魔挥舞爪牙 天穷崩塌 久久难以愈合 四年的耻辱 他今天要一并偿还 顾家死去的二十多万子弟 还有大长老 二长老 一切的血仇 今天一并清算 上苍结光 顾长歌眼中射出两道冰冷的沙芒 仿佛能够洞穿这九天十地 干将和墨爷爆发出极为恐怖的沙芒 而后横贯天地的剑斩 汇聚而出 在这滔天剑斩面前 天地万物都暗淡失色 仿佛一剑落下 便能毁灭这片世界 第55章 黑暗降临 血魔涂天 四 上苍结光乃是剑道武学 这也是顾长歌迄今为止 修炼的最强一门剑道武学 面对四个轮回境 圆满修为的大能 顾长歌批出了这一剑 哄 这一剑批出之后 天地都被这恐怖的魔器剑斩所笼罩 巨大的轰响声响彻在九霄云外 所有人的耳朵都暂时失聪 然而恐怖的剑盲迸发之后 所有人的眼睛又短暂失明 这是一股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力 光 滔天剑斩与四位轮回境 圆满大能的攻势相撞 铿锵 轰隆隆 电光火势之间 鱼微横扫方圆数千里 嗷嗷 九幽魔骄化为一道黑影掠出 随后用庞大强悍的蛟龙之躯 将顾家所有人保护在内 轰扑 四位轮回境圆满大能的攻势 竟然在寝壳间土崩瓦解 被滔天剑斩劈成了粉碎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即便是半步生死境都挡不住的攻势 顾 顾长歌竟然轻松毁灭了 跑 快跑 木伟明等人不敢再犹豫 他们掉头就跑 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顾长歌的实力 已经变太到 让他们无法撼动的地步 死 都去死 然而顾长歌岂会轻易放过他们 滔天剑斩摧毁四道攻势之后 磨微不减 直接洞穿虚空 落在了木伟明四人的身上 轰隆 扑 四人直接被剑斩击中 顿时所有防御全部土崩瓦解 哎呀呀 一声声惨叫发出 四人口吐鲜血 如同陨落的流星般砸在了地面上 如果不是顾长歌刻意收手的话 他们刚才就直接化为了血污 让他们直接死去 简直就是便宜了他们 顾长歌要让他们生不如死 轰隆 一道道巨响发出 四人全部砸落在地 地面瞬间塌陷 恐怖的余微 依旧让人感到心悸 死 四 四位轮回进圆满 竟然被大公子一箭击败 顾家所有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大公子的实力 一次次刷新他们的认知 这四年 原来大公子一直在忍辱负重 隐藏实力 这得需要多么强大的猩猩啊 刷刷 顾长歌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了地面 手握两柄魔剑 如同一尊不败的魔神 嗨嗨 怎么可能 这究竟怎么可能 魔鬼 你是魔鬼 慕伟明 柳南杰 夏成泰 潘明龙 四人皆是面色苍白 此时面色苍白 全身颤抖地看着顾长歌 顾长歌在他们眼中 简直就是死神 谁杀的大长老和二长老 顾长歌双目漆黑 面无表情地问道 这一声质问落下 慕伟明四人皆是平住呼吸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因为此时的顾长歌 只要动一下念头 便能轻松地要了他们小命 是柳南杰和潘明龙 他们制服了父亲和二叔 父亲他们不忍三小姐受到侮辱 于是便选择了自爆 大长老的儿子顾成站了出来 他全身溅满了鲜血 到处都是伤痕 此时双眼不满血丝 凶狠地说道 柳南杰 潘明龙 原来是你们 顾长歌漆黑的双眼望去 沙芒顿时将两人锁定 顾如 不 不要杀我 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 潘明龙几乎快要崩溃 他跪倒在地 一边磕头 一边求饶 死亡面前 一切尊严都是狗屁 柳南杰虽然没有磕头求饶 但此时却吓得瑟瑟发抖 顾长歌一步跨出 狂暴的魔威瞬间落在了两人身上 哄 两人遭受重创 如同死狗一般 瘫倒在地 下一刻 顾长歌手中的魔剑挥出 沙芒毙露 扑扑 两人的动脉被剑光挑断 顿时鲜血如同喷泉般击射而出 然而 这才只是开始 两人身体上的血管便会被挑断 鲜血流淌而出 两人的生机也在快速消散 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 顾长歌狠狠一咬牙 而后魔剑再次挥出 顿时凌厉的剑芒便将两人笼罩 吃吃 啊呀 两人的血肉被一片片削下 森森白骨外露 而后 顾长歌再将他们的骨骼一根根挑断 到了最后 两人残缺不全的器官散落一地 但是却残留着一口气 没有死去 啊呀呀 你 你个魔鬼 木伟明和夏成泰吓得大叫出声 他们活了那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残忍的手段 如果能够重来一次 打死他们也不敢再招惹顾家了 顾长歌不仅实力变态 手段也极其狠辣 一旦招惹了顾长歌 那么就只剩下死了 你们也去死 顾长歌双目一寒 手中的两柄魔剑猛然斩出 光 轰隆 啊 魔剑落下 分别横灌在两人的头顶 两人使出浑身解数去阻挡 然而恐怖的魔威却让他们的身体瞬间镶嵌进了大地之中 死 下一秒 顾长歌怒声咆哮 魔威肆虐 两人再也不堪重负 哎呀呀 扑扑 两人被魔器侵入体内 下一秒便是暴体而亡 又有两名轮回镜圆满的大能死在了顾长歌的手中 你们也去死 顾长歌转身 魔剑再次斩下 柳南杰和潘明龙残缺不全的尸体瞬间被轰爆 轰扑 四名轮回镜圆满强者 全部被顾长歌斩杀 一个不留 此次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一共派出十万名强者 六名轮回镜圆满大能 然而无意幸存 咕噜 顾家所有人都用震撼的目光看着顾长歌 那道伟岸的身影 仿佛是这世间永恒不败的魔神 定 恭喜宿主 屠灭来犯之敌 奖励 无万杀戮职 地气灭日神功 宿主 顾长歌 体质 混沌剑体 大荒圣体 原始真魔血脉 魔道修为 魔皇镜大成 突破至魔皇镜圆满需要三万杀戮值 杀戮值 五万三千一百三十 功法 神魔涅槃诀 武学神通 魔神掌 魔浪断魂部 一剑定生死 上苍结光 神像镇欲镜 武器法宝 干将 墨爷 灭日神功 百变冰残面具 屠杀来犯之敌后 顾长歌获得了系统的奖励 如今 他拥有五万多杀戮值 已经足够突破到魔皇镜圆满了 一旦突破到魔皇镜圆满 那么他便拥有和生死镜大能一战的实力 到时区区半步生死镜 在他面前便如同蝼蚁 第五十六章 突破魔皇镜圆满 杀去圣灵学院 大战过后 整个顾家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虽然顾家获得了胜利 但是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三十五万名顾家子弟 死的 只剩下不到两万名 就连大长老和二长老也遇难了 顾元洪面无表情地看着战场 深邃的双眼之中泛着泪光 他两病发白 满脸皱纹 好似一下子苍老了很多 好在顾家没有被直接灭门 否则顾元洪即便死后 也没脸面对顾家的列祖列宗 袁成 袁昌 你们看到了吗 长哥已经为你们报仇了 还有顾家三十多万狼 你们可以好好安息了 顾元洪闭上双眼 两行浑浊的眼泪落下 顾长哥收敛魔器 双眼再次恢复了神色 顾家剩下的一万多名弟子 全部跪倒在顾长哥身前 痛哭流涕的磕头 此次如果没有顾长哥 那么顾家将会被轻而易举地灭掉 顾长哥的目光扫过所有人 而后淡淡地开口道 大家都起来吧 如今三十多万顾家子弟横尸遍野 还请你们把他们一一安葬 是 大公子 经过这次生死一战 顾家子弟更加地团结 眼中皆是泛着坚定的光芒 他们开始清理战场 安葬那些为了顾家 而付出生命的子弟顾长哥转身 向着顾安兰走去 此时的顾安兰仍旧一脸震撼地望着顾长哥 顾长哥淡淡一笑 傻丫头 不认识大哥了 顾安兰一正 而后连忙摇头 认 认识 就是感觉有点像是在做梦 顾长哥从一名废物 到现在的魔修大能 转变得实在是太快 因此顾安兰等人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尤其是顾长哥化魔之后 双眼漆黑 杀法果断而又残忍 和此时满脸笑意相比 简直判若两人 顾长哥摸了摸顾安兰的脑袋 随后安慰道 傻丫头 这一次让你受委屈了 大哥保证 今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感受到顾长哥手掌的温度之后 顾安兰才确定这一切都是真的 谢谢大哥 顾安兰眼中的惊吓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柔和 随后 顾安兰 顾长青 周一航 皆是被送下去休养 此次让顾长哥感到最为震撼的 当属顾长青是如休这件事 顾长哥万万没想到 当初在天风城外遇到的那位如休 竟然就是自己的二弟 顾长哥原本还想结识一下那位如休 然后好让他指点自己的二弟 但是现在想一想 实在是多此一举了 他们顾家三兄妹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顾长哥隐藏了魔道修为 顾长青隐藏了如道修为 而顾安兰直接觉醒了太阴神体 看来母亲的血脉虽然被剥夺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遗传给了我们一些天赋 顾长哥在心里暗暗想到 母亲洛颖童来自中州洛家 那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家族 而顾家三兄妹之所以那么不凡 很大程度上都是遗传了母亲的天赋 也不知道母亲现在怎么样了 我要尽快修炼到魔帝或者太古狂魔 然后赶去中州洛家 顾长哥目光坚定地说道 定 请宿主前往圣灵学院 无极公 天剑宗 封卿门将他们彻底覆灭 奖励 三万七千杀戮值 天阶高级武道神通四项镇杀术 就在这时系统再次发布了任务 此次虽然击杀了三大势力 以及圣灵学院的核心强者 但是在他们宗门里面 还有一些实力稍弱的弟子和长老 当然 圣灵学院还有一位院长徐立安 修为已经达到了半步生死境 是时候让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 在青州除名了 顾长哥双眸之中泛着沙芒 语气冰冷地说道 但是在前往圣灵学院之前 顾长哥准备先把修为提升至魔皇境圆满 突破道魔皇境圆满需要三万杀戮值 而顾长哥现在拥有五万三千多杀戮值 完全够提升魔道修为 系统把修为提升至魔皇境圆满 顾长哥对着系统命令道 轰 这一刻 丹田内的魔气开始暴涨 滔天魔威冲天气 一头血色大魔驰骋于天地之间 那是 大公子的修为又突破了 好恐怖的魔威 我感觉自己在这大魔面前 简直连蝼蚁都不如 大公子这些年藏得可真够深啊 不过没有绝对的实力 灭掉敌人之前 暴露底牌确实不是明智之举 顾家上下 全部都用敬畏的目光 看向顾长哥所在的房间 顾长哥拯救了顾家 改变了顾家的命运 在他们看来 什么魔修 武修 根本没有好坏这份 在这强者为尊 弱肉强食的先玉 实力弱就会挨打 四大势力和圣灵学院 一直自诩为名门正派 然而两次围攻顾家 都使出卑鄙无耻的手段 反倒是他们的大公子 阴恨入魔 屠戮敌人 保护了顾家 让他们好生佩服 房间内 顾长哥呼出一口浊气 他的魔道修为 顺利地突破到了魔皇境圆满 如今无论是力量 亦或是肉身 都是成倍暴增 顾长哥现在的战力 足以对付生死进入门的大能 至于那半步生死尽的徐立安 根本就不值一提 顾长哥推开房门 随后面带杀意地 看向圣灵学院所在的方位 小黑子何在 顾长哥运用魔力喊道 好吼 没过多久 一头全身漆黑的娇龙腾跃而来 他身上的龙铃很是耀眼 拜见主人 九幽魔娇恭敬地问候道 顾长哥点了点头 随后纵身一跃 来到了九幽魔娇的身上 小黑子 我们去圣灵学院 顾长哥面色伶俐地说道 四年前 圣灵学院为了一些利益 将顾安兰交出 四年后 圣灵学院又带头围攻顾甲 这两笔血杖 是时候彻底清算了 是 主人 九幽魔娇庞大的身躯一阵 而后直接洞穿虚空 瞬息万里 消失不见 正在重新修建的主殿前 顾元红望着 那道消失的黑影 脸上浮现了一抹欣慰 以顾长哥现在的实力 青州只要超级势力不出手 那顾长哥便是无敌 四大势力和圣灵学院 百般欺压顾甲 今天终于要迎来报应了 他的儿子顾长哥 将会再次名扬整个青州 第五十七章 徐立安 滚出来受死 圣灵城战地百万余亩 城中殿与灵力 有着修炼大广场 试炼山峰 乃是青州极为有名的城池 圣灵学院便位于城内 主峰 圣灵殿 院长徐立安慵懒地靠在躺椅上 他的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 算一算时间 顾家应该被灭掉了吧 徐立安睁开了双眼 一抹生死之气快速闪过 修炼到半步生死境之后 徐立安已经拥有了一丝生死之气 只要一滴鲜血存在于世 他便可以浴血重生 执掌生死 唾唾唾唾唾 愿 院长 大事不好了 一位执师快速跑来 修为只有造化镜 飞升镜和轮回镜的长老 都杀去顾家了 如今整个圣灵学院 留守的强者并不多 徐立安仓老的双眼之中 闪过一抹疑惑 何事如此慌张 回 回院长 副院长他们 他们的守魂石灭了 一同前去的轮回镜长老 在地声音颤抖地说道 什么 闻言 徐立安的一双瞳孔猛然咒缩 怎么可能 两位副院长都是轮回镜圆满修为 此行还有柳南杰 潘明龙 袁涛强 薛洪四位轮回镜圆满 足足六位轮回镜圆满 灭掉顾家 难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徐立安猛地站了起来 半步生死尽的修为气息 脱体而出 整个大殿内的空间 都是开始扭曲 难民直士被吓得后背发凉 在这股生死之力面前 只要院长随意动一下念头 他的小命就会不复存在 小 小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语气颤抖地回到 徐立安狠狠一咬牙 恐怖的生死之力爆发 整个大殿都在摇摇欲坠 两位轮回镜圆满 三十多位轮回镜强者 死了 全死了 顾家 好一个顾家 徐立安面色猙獰 第一次感到如此愤怒 此次圣灵学院遭受重创 只怕不出百年便会没落 难道顾家隐藏了实力 无论你顾家有什么手段都好 本院长都是避免了你们 徐立安狠狠一咬牙 狠辣的声音自牙缝中挤了出来 轰 轰扑 啊呀 就在徐立安勃然大怒的时候 大殿外却传来一阵阵惊天轰响声 数以万计的弟子 被九幽魔胶吐出的火莲焚沙 九幽魔胶庞大的龙蛆甩出 将数百座宫殿砸成了粉碎 沿途的学院弟子 全部化为了血舞 九幽魔胶乃是八级圆满 比肩舞蹈的飞升进圆满 但是以他的战力 足以对付轮回进小城以下的任何午休 在九幽魔胶面前 那些学院弟子 包括长老 直视 全部都不堪一击 直接被无情地屠杀 九 九幽魔胶 八级圆满九幽魔胶 快 快跑 不 不要杀我 啊呀 好 九幽魔胶大开杀戒 妖兽的嗜血 斩露无遗 这对圣灵学院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徐立安 滚出来受死 顾长哥位于九幽魔胶身上 凌厉的双眸直视主风 声音冰冷的喝到何人竟敢放我圣灵学院 刷刷 徐立安本就处在愤怒之中 此时直接杀出 恐怖的半步生死竟威压席卷而来 九幽魔胶 还伴有一丝真龙之气 虽然不凡 但是你在本院长面前 依旧是个蝼蚁 嗯 那 那是顾长哥 徐立安一双老眼 顿时定格在了顾长哥身上 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这头血脉高贵的九幽魔胶 为何会听顾长哥的驱使 顾长哥分明就是个没有修为的废人啊 难 难道你就是顾家那个变数 徐立安四是想到了什么 老眼忌惮地说道 徐老狗 四年前你为了利益交出我妹 四年后 你组织三大势力 攻打我顾家 这两笔血涨 是时候清算了 顾长哥的双眸一寒 随后直接化为漆黑 与此同时 原始真魔血脉爆发 滔天魔威 肆虐九天十地 一头血色大魔 直接笼罩了整片天穹 原本晴朗的天空 此时却黯淡无光 仿佛陷入了永恒的黑暗 魔 魔修 你 你是那头魔修 难道就是 你杀了木伟明他们 徐立安吞了吞口水 感到极为震撼 顾长哥不是丹田被废 神体被夺骂 为何还能踏入魔道 而且 这股魔威还如此纯粹和恐怖 好似一头原始真魔重现于世 杀 一个不留 顾长哥面色冰冷 如同一头炼狱魔鬼 好 九幽魔骄再次肆虐而出 欲要将学院弟子全部屠杀 聂畜 你找死 徐立安拂袖一挥 生死之力顿时爆发 裹挟天地大势 如同能够执掌世间生死一般 老狗 你的对手是我 杀 顾长哥手握两柄魔剑 身形一闪 成千上万道残影浮现 光 魔剑落下 地气之威 浩浩荡荡 如同九天瀑布落下 威力极为狂暴强大 轰扑 徐立安的生死之力竟然直接被淹灭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你明明只有魔皇镜圆满修为 竟然可以跨一个大境界毁灭我的生死之力 徐立安如遭晴天霹雳 此时张大了嘴巴 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然而 顾长哥的双剑已经轰来 不好 地气 这 这竟然是地气 顾长哥 你藏得好深啊 徐立安面色大变 当即不敢犹豫 直接轰出一道神通 圣灵霹雳手 徐立安双手之上附着生死之力 此时爆发出极为恐怖的力量 借着这股力量 徐立安欲要徒手接下两柄魔剑自寻死路 顾长哥双目血红 语气不屑 光 啊 破 双剑落下 地气之威爆发 原始真魔之威肆虐 更有十万神像之力涌出 徐立安的双手瞬间被砍下 竟然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接着 徐立安被这股魔威轰飞了出去 直接将主风都给撞得粉碎 院长 院 院长竟然连一招都没接下 这 这怎么可能 他 他的魔道力量 为何能够如此恐怖 圣灵学院数十万弟子 只是 全部下傻了 呆呆地愣在原地 他们的院长 半步生死尽修为的大能 竟然连顾长哥的一击都没能接下 他们知道 今天将会是圣灵学院的噩梦 他们一向看不起 骂为废物的顾长哥 竟然是一位隐藏修为和身份的魔修大能 当他们幡然醒悟时 一切都已经晚了 第五十八章 圣灵学院 三大势力 灭 轰隆隆 徐立安身形狼狈 倒在了一片废墟之中 嗨嗨 徐立安头发凌乱 嘴角残留着血迹 原本强悍的身躯 此时却伤痕累累 怎么可能 这究竟怎么可能 本院长乃是半步生死尽的大能 而你不过是区区魔皇境 为何你的力量能够如此恐怖 徐立安一双老眼不满了惊讶 此时忌惮地看着顾长哥 如同见鬼了一般 他现在终于知道 穆伟明等人 为何会死在顾家了 因为这顾长哥的魔道力量 实在是太过于变态 即便面对他这尊半步生死尽 也依旧只强不弱 杀 顾长哥双目漆黑 手握两柄魔剑 施展魔浪断魂布 再次向着徐立安杀来 徐立安身为院长 却在私底下勾结四大势力 交出学院弟子 此等小人 今日必死 轰轰 魔浪断魂布施展之后 顾长哥画出上千道残影 并且还有着恐怖的魔器沙芒 啊呀 扑扑扑 沿途锁过 圣灵学院的弟子 全部被轰杀成了血物 魔皇进圆满修为的顾长哥 战力已经足以比肩生死进入门 这些学院的弟子 只是在顾长哥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 魔头 你 你难道真想与死网破吗 徐立安擦掉嘴角的血迹 咬牙说道 与死网破 你配吗 顾长哥的身形突然出现 滔天魔微震压而来 血色大磨张牙舞爪 肆虐九天十地 光 双剑被顾长哥猛地劈下 虚空瞬间崩塌破碎 恐怖的剑气 剑势将徐立安彻底封锁 可恶 逆天报 徐立安感到头皮发麻 他不敢犹豫 当即使出最强神通轰 煞世间 半步生死境的所有力量爆发 形成了负压天地的恐怖威势 给我面 顾长哥狠狠一咬牙 混沌剑体 大荒剑体皆是爆发 双剑体之威仿佛可以摧毁天地一般 扑 徐立安的攻势瞬间被湮灭 什么 混 混沌剑体 还有大荒剑体 你 你拥有双剑体 扑 徐立安一双瞳孔猛然皱缩 而后整个人都被魔剑轰飞 轰隆隆 啊 徐立安发出一声惨叫 肩膀上出现了两道剑痕 伤口处有着魔气侵蚀 使得他痛不欲生 第二次交手 徐立安依旧被死死碾压 院长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我圣灵学院 这是招惹了什么妖孽啊 两位副院长陨落 三十多位轮回进大能 也随之陨落 如今连院长也不是这魔头的对手 难道我圣灵学院 要就此覆灭了吗 造孽啊 实在是造孽啊 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把顾安兰交出去啊 如果不把顾安兰交出去 我们不仅可以多一位妖孽弟子 而且还能避免这场灾难 圣灵学院的执事 长老 此时面色绝望地哭喊道 但这世上根本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有些错一旦犯了 就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 好 九幽火莲 九幽魔教养田咆哮 随后口图火莲 将整个圣灵学院都给吞没在内 轰扑 学院几十万名弟子 全部葬身于火海 凄惨的叫声不绝于耳 空气中到处充斥着烤肉的味道 顾长哥依旧面色阴冷 双目漆黑 这些人都该死 甚至让他们这么死去 已经是对他们最大的仁慈了 老狗 该你了 顾长哥一步跨出 恐怖的魔威再次降下 徐丽安所在的空间开始扭曲 就连他的身体也随之扭曲变形 魔头 你是你逼我的 本院长就算死 也绝对不会让你好过 徐丽安狠狠一咬牙 而后体内的修为气息开始躁动 为了对付顾长哥 他不惜燃烧气血 负于顽抗 然而顾长哥的语气依旧不限 逆天报 燃烧气血之后 徐丽安的力量大涨 再次使出这一招 天地都为之颤抖 然而顾长哥依旧不避不闪 手握双剑正面迎击 上苍结光 顾长哥再次使出这一剑 其中充斥着混沌剑体 大荒圣体 依旧十万神像之力 即便是生死进入门的大能 在这一剑面前也必死无疑 什么 感受到这股恐怖的力量之后 徐丽安后背开始发凉 双眼不满绝望 他实在想不通 顾长哥的魔刀力量 竟然会如此变态 简直不合常理 哄 两道攻势相撞 恐怖的余威横扫 波及九天十地 扑 然而下一秒 徐丽安的攻势 竟然直接被淹灭 连渣渣都没有留下 恐怖的攻势笼罩天地 向着徐丽安吞没而去 不 你 你不能杀我 中州有我学院总部 若是我死了 总部定然不会 扑 徐丽安话还没说完 恐怖的攻势 便将他彻底吞没 骨骼血肉 皆是被蒸发 连渣渣都不剩 徐丽安死了 半步生死尽的大能 也依旧死在了 顾长哥的手中 当你四年前 选择交出小兰的时候 你的死期 就已经注定了 顾长哥面色冰冷 他缓缓收起两柄魔剑 徐丽安的空间 戒指飞了出来 被顾长哥 一把抓在了手中 圣灵学院 作为准超级势力 底蕴非常深厚 单单是地阶攻法 和武技 便有不下十步 更有数千亿灵石 以及各类丹药 天才地宝 功法和武技 顾长哥 准备留给顾家的弟子 因为地阶武技 他根本看不上 至于灵石 丹药 天才地宝 则全部给了小黑子 他体内有着一丝 真龙血脉 想要彻底唤醒 就必须吞服 大量的天才地宝 多谢主人 九幽魔胶 收下空间戒指 对着顾长哥 感激地回道 顾长哥点了点头 随后目光凌厉地说道 圣灵学院 从今天开始 便从青州除名 接下来 我们去无极宫等三大势力 也是时候让他们消失了 是 主人 九幽魔胶 载着顾长哥 向着无极宫三大势力杀去 同样血腥的一幕 也在无极宫 天剑宗 封清门上演 顾长哥丝毫没有手软 只要是三大势力的人 统统斩杀 当初顾家有多绝望 现在三大势力的弟子和长老 就有多绝望 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屠杀 封清门 修炼广场上 九幽火连熊熊燃烧 一道道残缺不全的尸体 铺满了整个广场 顾长哥手握魔剑 全身溅满了鲜血 双脚便踩在尸体之上 三大势力他已经全部屠灭 四年的耻辱 终于一一偿还 定 恭喜宿主屠灭三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 完成屠杀任务 奖励 三万七千杀戮值 天阶高级武道神通 四项镇杀术 宿主 顾长哥 体质 混沌剑体 大荒圣体 原始真魔血脉 魔道修为魔皇境圆满 突破至魔尊进入门 须四万杀戮值 杀戮值 六万零一百三十 请宿主选择 是否立即突破至魔尊进入门 第五十九章 青州轰动 奥剑山庄的野心 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 悲灭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整个青州 青州大小势力 一开始根本就不相信 以为这是个谣言 毕竟三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传承已久 抵运身后 除非超级势力出手 否则很难覆灭 而且还是在同一天被覆灭 这简直就不可能 但是 当他们派出眼线后 却发现 无论是三大势力 亦或是圣灵学院 全部化为了一片废墟 数百万道冰冷的尸体 躺在地上 鲜血汇聚成河 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他们很快便得知 是顾家大公子顾长歌所为 顾长歌踏入魔道 成为魔修大能 觉醒了原始真魔血脉 屠杀了三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 报了四年前的血仇 整个青州为之轰动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最后覆灭的 竟然是三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 顾长歌 乃是这场战事最大的变数 而众人却恰好将他忽视 因此给了他宝贵的成长时间 从此 青州势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以说 除了三大超级势力和天保楼外 顾家便是老大 青州 天保楼 香烟鸟鸟的房间中 赵燕燃一脸惊讶地望着 妇楼主普文言 普老 你确定那位魔修 就是顾长歌 赵燕燃也是在第一时间 得到了顾长歌覆灭三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的消息 只是他感到非常震惊 顾长歌 明明丹田破碎 神体被夺 是如何踏上魔道的 况且还觉醒了原始真魔血脉 当然 最让赵燕燃感到不可思议的 乃是他那双无望神童所看到的 此子今后将会站在仙玉之巅 小姐 这是影子为亲自传回来的消息 不会有假 普文言恭敬地回道 赵燕燃依旧满脸惊讶 原来那道站在仙玉之巅的身影 便是顾长歌 普文言老脸同样震撼不已 仙玉之巅啊 即便是中州的那些老怪物 都比之不及的存在 这顾长歌 今后真的会有那么妖孽吗 不过对于小姐的无望神童 普文言还是不敢质疑的 对了小姐 除了顾长歌是魔修之外 那顾家二公子顾长青 乃是一位隐藏的如修 普文言四世想到了什么 再次说道 如修 这一家三子 个个都是妖孽啊 老大顾长歌出生之日 觉醒大荒神体 虽然后面被夺 但是却踏入魔道 成为举世无双的魔修 老二每天只读圣贤书 却成为了一名如修 老三觉醒了太阴神体 嘖嘖嘖 真是不简单啊 赵燕燃一脸惊讶地感叹到回小姐 顾长歌三兄妹 能有如此妖孽的天赋 应该和他们的母亲有关系 他们的母亲 洛颖童 难 难道是中州洛家 赵燕燃眉头微皱 一双瞳孔猛然皱缩 突然联想到 普文言点了点头 是的 洛颖童确实就是洛家千金 这一家人 就没有一个简单的 赵燕燃倒吸一口凉气 即便是位于中州的天保楼总部 也远远没有洛家强大 普老 接下来若顾家有需要 我天保楼当全力相助 此次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覆灭 只怕那三个超级势力 也会蠢蠢欲动 赵燕燃美眸之中 犯过一抹灵力 而后继续说道 三大超级势力 才是真正的老狐狸 此次顾长歌一步步灭掉 四大势力和圣灵学院 三大超级势力 竟然都没有过问 只怕私底下在打什么小算盘 普文言颇为赞同地点了点头 其实三大超级势力 一直都想吞并四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 只不过四大势力好解决 但是圣灵学院却颇为棘手 因为在中州 圣灵学院还有总部 这让三大超级势力心怀忌惮 迟迟不敢动手 如今顾长歌灭掉了圣灵学院 这刚好合了三大超级势力的意愿 只怕下一步 三大超级势力 就要吞并四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的地盘 并且他们 也绝对不会允许顾长歌这样的妖孽 继续发展下去 青州 奥剑山庄 这里剑气肆虐 整个山庄的弟子 皆是修炼剑道 奥剑山庄 乃是三大超级势力之一 庄主已经是生死境圆满的大能 据说 山庄还有一位老祖在世 修为早已超脱了生死境 只怕已经无限接近于大地境 大地乃是一方巨拨 传闻可以调动天地伪力 从而独断万古 此时 阁楼之中 庄主见无边站在窗台 双手附在身后 嘴角微微上扬 颇为高兴地说道 顾长歌呀顾长歌 本庄主还真要好好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解决了圣灵学院 这个棘手的存在 我奥剑山庄 也没有一盏身手的时候 见无边身后 站着三位长老 他们分别是大长老乔顺 修为已达生死境大成 二长老乔尾和三长老乔乐 皆是生死境小成 听到庄主的话后 大长老的嘴角 同样浮现一抹阴异的笑容 庄主 我们接下来需要怎么做 闻言 剑无边的手指 在窗台上轻轻敲打 深邃的老眼之中 很快便闪过一抹金光 那顾家三小姐 乃是太阴神体对吧 剑无边似是想到了什么 转身询问道 乔顺点了点头道 回庄主 正是太阴神体 真是妙啊 我而剑灵天 乃是天生混元剑胎 得到太阴神体的滋养 那么对剑道的领悟 必然能够更进一步 刚好灵天也快要出关了 不如就赐婚 给那顾安兰 让他做剑家而喜 至于顾长歌 若他愿意降服 便在他体内种下奴役 如若不愿臣服 那便杀无赦 剑无边眼中 犯过一抹灵力的沙芒 闻言 三位长老皆是连连点头 这一招真是妙啊 不仅可以拿下顾安兰的太阴之气 而且还能控制顾长歌 乃至整个顾家 庄主 此事便交给我去办吧 三长老乔尾站了出来 主动请命道 他倒是想要见识见识 那所谓魔修有多妖念 也好 不过莫要轻敌 那顾长歌能灭掉三大势力 和圣灵学院 就说明他绝对不简单 多带上几位生死静的长老过去 剑无边对着乔尾嘱咐道 庄主放心 乔尾必然不如使命 乔尾攻身离去 而后挑选了五名生死静入门修为的长老 以及数百名轮回静圆满的直视 浩浩荡荡地赶去了顾家 第六十章 突破魔尊镜 赐婚顾安兰 顾家的荣幸 青州 顾家 此时顾家子弟正在忙于重建家园 而四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势力范围 如今名义上也归顾家管辖 这让顾家一时有些忙不过来 顾长歌并没有选择在封清门突破修为 而是在第一时间返回了顾家 回到顾家之后 顾长歌将十几部低阶功法和武技 全部交给了父亲顾元红 同时还有大量的修炼资源 顾家想要有自保之力 自身就必须强大起来 而想要快速提升实力 就必须拥有海量的修炼资源 此次从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搜刮而来的资源 数不胜数 九幽魔教拿走一半 还剩下一半则是留给了顾家 如今顾家只剩下不到两万名子弟 就算平均分配下去 每人也能分到不少资源 起码十年内的修炼资源不用愁了 将功法武技交到父亲手上之后 顾长哥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周一航紧随其后也进入了房间 如今周一航乃是魔皇进大成修为 永远只比顾长哥第一个小境界 主人 此次是我办事不力 没能保护好小姐 周一航直接跪倒在顾长哥身前 一脸愧疚地说道 然而顾长哥却是将周一航搀扶了起来 此次怪不得你 乃是敌人太强大了 好在小兰他们都没事 只是大叔和二叔可惜了 顾长哥眼中浮现一抹灵力 他还是不够强大 否则早早地灭掉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 也就能够避免这场灾难了 还是要尽快提升魔道修为啊 顾长哥在心里暗暗说道 青州真正强大的并非圣灵学院 而是三大超级势力 三大超级势力 从史智中都没有站出来表态 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 不过顾长哥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小周 我这里有一柄地气要给你 顾长哥想了想 随后说道 他准备将系统奖励的灭日神功给周一航 周一航拥有紫金魔童 能够在战斗中直接看穿敌人弱点 若是配合灭日神功的话 杀伤力必然会成倍暴增 身边人强大起来 对顾长哥来说也是一种助力 尤其是他自己的魔奴 在这青州乃至整个仙狱 单靠自己肯定是不行的 他必须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 到时一呼百应 谁又敢随意来犯 地 地气 周一航眉头一皱 双眼之中浮现一抹惊讶 顾长哥点了点头 而后将灭日神功拿了出来 弓身之上流动着高深的大道纹路 散发着璀璨金芒 弓弦如同威武的龙躯一般 散发着灭世之威 仅仅是看上一眼 周一航便知道 这灭日神功不简单 顾长哥将灭日神功递给了周一航 随后嘱咐道 滴血认主吧 相信你有这柄神功相助 战力必然会大大提升 咕噜 周一航激动地吞了吞口水 而后双手接过神功 很是感激地说道 多谢主人 顾长哥点了点头 随后 周一航凝聚出一滴精血 滴落在灭日神功之上 温温 煞世间 九头威严的金屋出现 金光异异 赤裂的高温 好似要将周一航吞没蒸发 给我沉浮 周一航双眸一寒 随后体内的原始真魔血脉爆发 一头绝世大魔出现 向着那九头金屋镇压而去 吼吼 轰扑 九头金屋再强悍都吼 毕竟是死物 根本就不是周一航的对手 因此 九头金屋很快就被淹灭 不用剑语 直接射出一箭 吼吼 这一箭直接化为一头金屋 而后咆哮而出 恐怖的威力 好似能够灭日 好 好强 周一航激动地看着灭日神功 眼中满是喜悦 有了这灭日神功 他想杀谁就容易很多了 顾长哥同样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对着周一航说道 小赵 我这还有几道武器传授于你 到时你且好好领悟 顾长哥的双指 落在了周一航的天灵盖处 顿时神像镇玉镜 四项镇杀术的修炼要诀 便出现在了周一航的十海 周一航乃是天生的魔修 天赋很是惊艳 这两道天阶高级武器 相信他很快便能习惠 天阶高级武学 还 还是两道 多谢主人 小周必然好生修炼 周一航对顾长哥越发地尊敬 他这个主人实在神秘莫测 而且手段通天 好像无所不能一般 他很庆幸 此生能够遇到顾长哥这个主人 好了 你下去好好修炼吧 顾长哥淡淡地开口道 是 主人 周一航攻身退去 主人 我也要闭关修炼了 丹田内传来了九幽魔教的声音 见识到了主人的强大之后 九幽魔教便越发觉得 自己不能懒惰 他一定要刻苦修炼 这样才能与主人并肩作战 为主人分忧 此次九幽魔教吞噬了大量的天才地宝 想必再次出关必然会实力大涨 顾长哥点了点头 随后盘膝坐到了床榻之上 他准备冲击魔尊境界了 系统 把魔道修为提升至魔尊境入门 哄 原始真魔血脉爆发 恐怖的魔威化作一头血色大魔 好似要摧毁这九天十地 与此同时 顾家城门外的一处虚空 毫无征兆地破碎 随后 上百道身影自破碎的虚空中走出 为首的 正是奥剑山庄的三长老乔乐 随着他的到来 四周的空间都是开始扭曲变形 顾元红何在 还不速速出来迎接本长老 乔乐高高在上地喊道 生死境的恐怖威压 顿时笼罩了整个顾家 镇守城门的上百名顾家弟子 此时直接匍匐在地 脸色战红 好似要窒息一般 顾元红感受到这股威压之后 当即带着十几位长老赶来 乔乐 当看到乔乐的一瞬间 顾元红心里便生起一抹不安 见过乔长老 顾元红不敢施了礼仪 亲自上前迎接 傲剑山庄乃是超级势力 顾家可惹不起 更何况 顾家刚刚经历过生死大战 如今元气大伤 轻易不能再发生战事了 见状 乔乐嘴角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 顾元红 本长老此次前来 乃是为了传达庄主的两个命令 闻言 顾元红的心直接悬了起来 顾某愿席而恭听 我们庄主见你们顾家千金天赋一柄 知书达理 决定赐婚与他 不日便与我们山庄的神子剑 临天成婚 乔乐此话一出 顾家子弟的脸色 顿时变得凌厉了起来 傲剑山庄 果然还是要对顾家下手 只要见灵天迎娶了顾安兰 那么不仅可以获得太阴之气 而且还能作为人质 掌控整个顾家 哼 凭什么 我们三小姐 凭什么要嫁给你们 扑 顾家一鸣直视不爽地开口 然而话还没说完 下一秒便直接化为一团血物 即便是顾元红 都没有反应过来 生死尽小成的大能 远非轮回尽所能比 本长老说了 这是命令 你们顾家只需要遵从便可 顾安兰能够嫁给我们神子 那是他的荣幸 更是你们整个顾家的荣幸 本长老希望你们不要不识好歹 否则你们的下场就和他一样 乔勒面色一寒 而后只向顾家那名 已经化作血物的长老 对着众人威胁道